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正式开始之前 我先跟同学闲聊几句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topic 其实是因为最近跟很多同学去聊过这件事 包括说对我们课程有意向的同学 包括说我们已经上过案的同学 或者说已经正在找工作 或者已经报了班的同学 他们都是在说 老师当时投简历的时候 或者说老师我应该怎么去投简历 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故事 有的同学直接告诉我说 老师这上面除了new guide写的new guide以外 剩下我都不投 没写new guide能投 包括说有一些hr跑过来找我 说老师他来找我 我看了一个职位 我看的好像比较悬 但是我不想凑合这个机会 能感受到学生那种纠结的感觉 那既然有很多同学问过我这件事 那我就想到说 那不如我们就准备一次全面的 这么一个topic 然后来给大家解惑 那现在呢 基本上来讲已经是一个秋招的尾声了 满年秋招 今年2021年的秋招 那首先秋招这个概念 以及春招这个概念是针对谁而言的呢 是针对new grad以及internship 所以说我们这个讲座面向的主体对象 其实是在职在校的学生 那如果你是说老师我是在职的 那我本身就是SDE 那我现在要跳槽 我是不是也要敢求招和春招呢 我会说不是吧 你什么时候跳什么时候合适 因为在职跳槽是另外一回事 那个时候你更关注的是 你的股票什么时候拿到什么时候走 包括你什么时候干着觉得遇到了平静了 什么时候走 这是另一回事 那我们今天这个讲座呢 主要是针对new grad 以及转专业跳槽选手 那转专业跳槽选手和new grad 在找工作这一点上其实是差不多的 当然了new grad如果我们再去细分的话 也会分为多种情况 第一种是本专业的new grad 你说老师我是科班出身 对吧 那我来这个讲座对不对 那太对了 你说老师我是转专业出身 但是我想转cs 我想去做ice 我来这个讲座行不行呢 我说也没问题 会caller你的内容的 你说老师我是在职的 但是我现在不是在做ice 我想做ice 那你刚才说了在职的不用听 我是不是可以不听了 我会说不是的 你得听 我说在职的是一定得是ice 你才可以说跳过这个东西 但如果你要是其他职业在职 就是你想转ice 对吧 那这一点上我们这个讲座是非常适合的 好可人来差不多了啊 人来差不多的话呢 我就正式开始 那请没加入我这个共享屏幕的同学呢 点一下我的名字 上岸小鱼竿 就在这个频道第一个 他有一个叫你点一下我 然后他有一个叫观看直播 你就可以看到我正在分享的屏幕了 然后如果同学们在我讲座的过程中呢 其实我也不想把它叫讲座 当一个普通的闲聊天就行 对吧 那希望同学们能有什么说过 如果你要是中间讲座过程中 有任何的问题想问 对吧 那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 在座的各位同学都是可以开麦的 所以你有问题可以直接开麦问 随时打到我都ok的 那这也是我们上岸的这么一个厕所 所以你随便问 feel free to ask any question 那第二点呢就是 如果你不想说话 那你可以点我们当前这个频道 叫十月求职公开课视频 网上跳两个频道 向公开课讨论 我在那个文字频道里面打了个1 所以如果你有问题 可以把你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 发送在这个文字频道里 那我是会看的 我看有人跳到语音教室去了 不是语音教室 语音教室上面的一个公开课讨论区 好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 那首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那我是看的小一高老师 那现在呢在做flank做全站工程师 也是足利了他费的 曾经在北美的中心公司去做过全站工程师 呃面试经验比较丰富 拿来这几个大厂了 以及各个中央厂的offer 然后聊包经验比较丰富 最高涨幅差不多七万块钱 之前最多那次涨幅是一个同学和他的L4 然后他拿了两家的offer 分别是Facebook和Amazon 然后最后compete一步 涨幅算 那个包在L4已经算是点了 flank面试官曾经验了50家以上的tendlets 那这是关于我的这么一个简单自我介绍 呃右边呢是我个人的二维码 所以如果大家听完这个讲座 还有任何其他的疑问可以扫码 当然我的二维码不仅会在这一张出现 在所有的pp后续的ppt的右下角都是我的二维码 所以欢迎大家来加我 那今天这个topic呢 大概来讲分成这么四部分 那跟海报上是一样的 那第一部分叫做如何开始投递简历 那这个问题呢大概可以再细分成 简历得做成什么样就可以投啊 包括说我可以投什么样的网站啊 那第二部分呢叫职位要求怎么看 那你会发现这个职位要求 一方写一串是吧 他那个字少说也得有100字 多说点300字也是有的 这300字里面哪些是主要内容 哪些是可以忽略的 那这个是同学们投简历的时候一个痛点 经常会发现有个同学抓不住重点 他一看到这个职位明明可以投的 但是他认为不能投 那就自我放弃了 有些职位呢是明明根本不适合他的 他非要去投 那你就浪费了人生中的5分钟 就是很简单 而第三点是new grad new grad简称ng 所以接下来我可能会大量使用ng 这个词 那凡是ng 代指new grad 或者说在找工作这个语境下 ng代指的就是new grad 那new grad可不可以找社长岗呢 对吧 就是开头问的那个问题 那HR约我去聊社长岗 我该不该去 是吧 那以及说第四点 我们实战来去翻一翻这个招聘网站 那上面是有一些黑化 那这个黑化到底指的是什么 我们过一会再说 包括我们会实战去 给大家匹配一些模型 是吧 那这个模型呢可能对应在座同学中的某一类 或者某一类人 那其实我是规定了四类人 是吧 然后大家来看看这四类人去投某一个特定的职位 是否适合这个职位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那第一部分呢叫做简历的投递 那简历投递呢 其实大概来讲呢就分这么三步 非常简单 那第一步叫简历项目 就是你首先你要有简历的项目 那这个简历的项目来讲 其实会存在一些误区 那这个误区呢就是 第一是不是越多越好 我经常看到 有很多同学说 那老师我这个得去多做几个项目啊 然后我说那你都把你个简历 他回来我看看 看看怎么样 一看他的简历上摆了四个项目 这四个项目呢 每个项目大概也就两个部分 两个点 而上面用的东西呢也是非常简单的 比如说 我们用Java Applet 是吧 做了一个比如说五子琴游戏 然后第一点说 我用Java Applet做了这个东西 然后第二点说 我写了一个什么算法 那个算法可能没听过 我到底是啥 然后来实现的人机交互 没了 这个是在座同学 有些同学经常常见的这么一个项目情况 那这个项目 对于面识观而言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in school project 而且其实用的所有的技术站 所有的内容 在工作中都不会被用到 所以就是你写了 但是没有完全写 那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情况呢 是他说老师我写了一个安卓项目 那我这个安卓项目有多厉害 多厉害 然后我一看啊 这个项目呢是做了一个比如说鼠毒 对吧 那这个鼠毒我问他 我说那你这鼠毒是怎么做的呀 你这个鼠毒是怎么生成 那个鼠毒矩阵的呢 老师我不知道 我说那你这个解解完以后 怎么能验证这个用户输入是对的还是错的 怎么判定游戏输赢呢 老师我也不知道 我说那你那你怎么就在网上写呢 然后这个同学说 老师我真的我这个就是跟着网上随便一个事情做的 做了以后他说要干什么我就写什么 这是第二种情况 那第三种情况呢 当然就是什么都有 就是这个比如说 刚才我说的安卓他写完了以后呢 他可能再写一个nojazz 他写了nojazz以后呢 再会写一个什么sprint 或者写一个python 然后凑了四个 那四个一看呢 大概就是 基本来说 基本就是一个hello world的时间 就是说他写了 对吧 但是没有完全写 就是每个项目我都试了 那这个东西呢 在业界正式的名字叫spike 就是我去探索一下这个项目 就是这个框架能干什么 然后具体又要拿他做一些真的事呢 不一定 所以spike这种东西你摆上去以后也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 所以什么样的东西有说服力呢 基本上来讲 从这四点上来说 第一点 质量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写一个像我们只写两个bole point 你觉得这个项目能复达得了吗 肯定复杂不了 或者说这个项目它可能本身很复杂 但是你只说了两点 那你给人的感觉就是 要么你没有involve那么多 所以你没有什么可写的 要么就是 你这个项目本身就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所以你就只能写两个点 所以一般来讲这个项目的质量如何去体现呢 并不是说你写的多项目多就好 而是说 我有一个项目 对吧 我能从头到尾描述清楚 我这个什么技术 我用什么技术解决了什么问题 比如说假设它是一个全站项目 我前段用了什么技术站 干了一件什么事 后段用了什么技术站 干了一件什么事 然后你还有一些其他的测量的依据 这个依据我们过一会再展开说 来去证明你做的不是一个简单的hello world project 这就叫做项目的质量 第二点叫技术站是否match 技术站是否match这件事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翻范的问题 因为我问过很多同学 相信大家在座的同学心里都有一个梦想 谁不想进flag 我觉得我说出来谁不想进flag 我看有没有同学想打个1 你要不想进flag你打个1 我估计如果说平心而论的话 应该没有人说我不想进flag 但是技术站是否match这件事 在这点上又会显得特别的怎么说呢 标准不统一 或者说直败两双标 技术站是否match这件事 你对于大公司来讲 大家可能经常听见一个说法 叫做大公司他不骗你用的什么技术站 对吧 只要你聪明 只要你会刷题就可以了 这件事是不是对的呢 我会说从某些角度来讲是对的 你比如说Facebook 你比如说Google 这两个公司 他们确实是有自己内部的技术站 他一他内部的那一套东西 只有很少的项目开玩 比如我们可能大家知道的一个东西 叫做Google的common library 那个叫 是叫Juice 叫刮吧 对就刮吧 然后他还有一个Juice Dependency Injection Framework 这两个其实在Google内部都是很小的一个小框架 他们真正的核心框架 比如他们你知道Google的后端框架是什么吗 你肯定不知道 因为人家没开源 你知道Google的前端框架是什么吗 有同学可能说Angular Flutter 我会说不是 这两个东西在Google内部用不用呢 用但是Google还有别的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确实像有某些大公司 它是内部的一套自己独立运行的内容 但是不全是这样 你比如说Amazon Amazon其实它是在用Spring的 他们的后端是在用Spring的 那玩意叫CoralSpring 他们起名叫Coral 所以他们也在用开源框架 只不过把开源模感了一下 改成更适合他们自己的商业逻辑 然后authentication逻辑 然后包括说去适配他们自己的infrastructure 所以说你说老师我会infra 对吧我去我会Spring 对吧我去面Amazon有没有优势 我会说肯定有优势 这是铁定的事 你说我会Spring 对吧我去面Facebook和面Google 是不是就没有优势了呢 那显然也不是 因为Spring是个什么东西 Spring其实就是一个后端框架 对不对 你说我会一个后端框架 那言外之意就是说 所有类似后端框架的基础概念 你是了解的 所以这就是说 你所谓的技术战是否match 在大厂中的应用 那除了flag以外 那请问在座同学 你们其他公司就都不投了吗 那肯定也不是 那你还是会投别的公司的 你投别的公司的时候 这个时候 技术战是否match 就显得尤为的关键了 因为中小型公司 就是不像Flag这么大的公司 他们是没有太多的选择 没有太多的人力去说 我们自己内部开一套框架 对吧这套框架 跟外界的完全独立 对吧我们内部有信心 有技术 可以完全维护这套框架的运行 这件事是不现实的 一公司没那么多钱 二公司招不来这么好的人 招人这件事 是一件非常玄学的事 有个同学会说 班老说过new guy 招工作好费劲 但是我会说 你从公司的角度来讲 除了大公司以外 剩下招人都很费劲 经常去见到 我之前在中型公司的时候 他们招人是非常的困难 他们拿到一份简历 五年工作经验 来了以后 连个Java的assignment 都写不好 就是等式复制 复制语句都写不好 就全是这种难过 所以他们招人也很痛苦 所以你不要去看说 你觉得我投简历很痛苦 但是其实公司招人同样痛苦 只不过没准备到一个点上 所以 基本上是我match 这件事就显得非常重要 你说我会做这件东西 比如说你说我会sprint 是吧 代表什么 公司组里一看 TECD的一看说 你会sprint 我来看看你写的怎么样 一看你写的还挺详细的 这就是说 比如说我现在告诉大家 我说我会做饭 大家信吗 肯定不信 为什么 你会做什么饭 我说我会炒鱼香肉丝 那你可能信了 你说那行 那你给我讲讲鱼香肉丝是怎么回事的 我跟你说 我说鱼香肉丝是甜的 鱼香肉丝是一道南方菜 不是四川菜 那你是不是就知道我 我那胡说八道了 其实就是这么点菜 如果我告诉你 如果说明确的告诉你 我说鱼香肉丝是甜的 有点辣 然后啪啪啪啪 给你描述的非常清楚 里面有哪些料 对吧 需要放什么猪肉丝 什么之类的 那你就会知道说 这个人听起来好像确实会做鱼香肉丝 其实你们的简历要达到的就是这个效果 你们的简历就是要去说服看你简历的人 看你简历的不仅仅是HR 还会有组里的Engineer Engineer可能是Tag Lead 可能是Manager 你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服他说我会这项技术 我进到公司以后是可以干活的 这就是简历要做的事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简历是否match 所以你说我写的没两行 我说我会做 你说你会就会 对吧 你得去拿一些客观事实的可以量化的观点 去表明你确实会 那第三点就是说你不可能match所有的岗位 这件事也是一个常见的错误 就是写好多项目 同学经常就是我既写安卓 我又写前端 我又写后端 可能还去写一些什么infra的东西 可能还会再写一些什么OS的 底层的什么compiler 什么甚至刚才我说的Java Applet 是吧 你不可能去match所有的岗位 那如果比如说你写了5个项目 其中一个是安卓 你真去投安卓岗位 你对于安卓来讲 那剩下那4个他们根本不看 因为你说你会那4个对组里会有贡献吗 不会零贡献 那现在只看你安卓这个项目 一看好像写的不是非常深 我们不是非常confidence 它是一个合适的candidate 那怎么办呢 慢慢就聚了呗 所以这就是这一点来讲 你不可能去match所有的岗 那最后一点就是表述同样重要 这件事其实是做一个非native speaker的 其中一个劣势 但是像我刚才说的 你要去写简历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主旨 什么主旨 证明我真的会做于相若私 这就是你的主旨 所以你只要把握这一点主旨的话 你就会发现 现在在座的同学可以回去审视一下自己的简历 可能有的同学那个简历确实没有说清你的简历 所以这是关于简历项目 那如果说你在这个阶段遇到问题了 对吧 那我希望你好好回去审视一下 说你的简历到底有没有说做到这几点 那也假设我们说你的简历已经改好了 那第二阶段我们就叫做疯狂投递 那疯狂投递的话呢 这也是同学们常见一个错误 老师啊 我投了简历 我发现我找不到工作 我是不是该回国了啊 我说你投了多少分 我说我投了二十多分吧 我说你多长时间投了二十多分 一个月吧 我一月投二十多分没找到工作 老师我是不是该回国了 我说不行啊 那大家觉得这种情况下他行不行 觉得行的话你打个二 觉得不行的话你打个三 我还有没有同学打二 觉得他行 有同学觉得他行 有同学觉得他不行 这个觉得他行的同学我比较好奇 就是你为什么觉得他行 这个同学直接退掉了 哈喽AC同学 这个我看你打了二 你说觉得行 这个你能说一说你的理解吗 我给大家稍稍等一下 我看AC同学正在消灯 老师我不太方便开麦了 OK 我还以为你打字 是在说这个前世 其实我会说这个结论啊 其实不太行的啊 就你 你大家算一算 你一个月投了二十多分 平均下来一天还不到一分 那这是什么水准 我会说这种水准就不是 你就不是再来找工作了 你就来玩了 你就是抱着一个 我试试吧 对吧 你是一个投机主义者 是吧 你投什么机呢 就是反正要是有面试对吧 那我就赚了 没有面试的话 那我就亏了 对吧 因为你的想法其实就是 反正我也没有限定决心 那找不到就找 找不到就算 这种情况下其实是不对的 那真正你要做的事是 一旦你的简历项目确定了 那或者说你的简历搞好了 然后你比如说我们接下来的在这个工学 我假设你们目标都是春招 那春招开始什么时候开始 明年一月初就开始 从明年一月初 你正式回来 开始找工作的第一天 我们假设是一月三号 因为一号和一月二号是放假 假设一月三号 从那一天开始 如果你要找全职 每天至少投五分 如果你要找实习 每天至少投三分 那中间可不可以间断 我说绝对不可以 就 那你说老师那我要投多久 我会说投到你上岸为止 那老师那又会问 老师那多久上岸 我会说你如果运气好 如果你准备充分 那一个月 你就可以上岸 如果你准备的不够好 准备的不够充分 对吧 可能两个月甚至三个月都有可能 那在这个中间的阶段 假设我们说 worst case三个月 这三个月之间你的投简历是不能停的 对没有错 每天五分 大家可以算算 你就算是三个月整是90天 每天五分 五九四百五十分 四百五这个数其实不是很多 我会说 那对于newgrad而言 我们认为一封写的比较好的简历 再配上比较好的学校的话 你的简历的response rate 就是你能收到hr联系你的这么一个机会 是10%左右 也就是说你投450个 有45个hr会联系你 这是一个相对来讲 学校比较general的 比较还不错的 再加上你的简历项目也不错 如果你的简历response rate低于5% 这450分里面你可能也就不到20个个response 对吧 你的简历项目绝对是有问题的 这个时候你应该回去check你的简历项目 肯定something wonderful 要么你的表数有问题 要么你的简历项目本身就有问题 是这么个事 虽然我不是一个非常多的数 有经理会说 你看这个人30分40分就上案了 对吧 这是个例少数 我会说有 但是这不是一个正常上案的情况 所以这是关于投递 那接下来呢 就像我说的 你经过了层层筛选 对吧 你拿到了这个10%的面试 对吧 你想4.50分简历有45厂面试 其实已经相当的多了 你觉得你说45厂面试 你还上不了案 对吧 这45厂基本来讲第一轮OA 对吧 OA完了以后店面 店面完了以后VO 你大概可以算算就是 根据你的实际水平 个人能力 对吧 你大概有多少的概率 拿到HR的店面 拿到HR的面试以后 可以去进到OA 我会说这个概率 对于所有人来讲 几乎是100% 除非你不会说英文 除非你漏了电话 对吧 除非说这个HR压根 不是真的来招人 不然绝大多数人 都是100% OA OA我会说概率也是将近100% 这个原因为什么不多解释了 对吧 然后就是店面 那实际上店面这一轮才会真的开始摔人 摔人 如果你跪在了店面上 那证明 你确实有很多能力需要加强 因为店面一般来讲不会太难 它不是用来卡人的 它是用来筛这个人说 你是不是真的会写代码 只要你真的会写代码 基本都会进到VO的 所以最后VO rate 我说你比较强的话 基本上你到后期 前期可能你开始可能会说 哎呀我克服紧张 我要克服这种热气八糟的困难 我第一次我人生中第一次去面SDE 对吧 我好紧张 这种不算 对吧 逃出这个以后 一开始适应 允许你挂个一次两次三四次 对吧 总共来讲你会适应 适应了以后 我会说 基本上 一个比较好的candidate 他是只要能进到VO 就能拿到offer 所以你可以算算 对吧 这个比例其实很高 你这么综合算下来 几乎就是45场面试中 你几乎能拿40个 甚至30个offer 大家想想这个数量还是挺夸张的 但是我会说 这就是实际情况 但是你为了达成这个实际情况 每天至少五分期 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这步做完了以后 就拿面试了 拿面试的有同学说 老师这个阶段 是不是该分头发题了 我什么都不需要看了 我就开始刷就好了 我就说不是 对吧 那你拿到了一家面试以后 你需要针对这一家 单独去再看一遍 他们家的职位描述 所以我说的是再看一遍 因为你每天五分 你能记住每天投的这些东西都要求你是什么 要需要什么技术站 一般人记不住 除非你这个骨骼亲戚 一般是记不住 那记不住怎么办 你真拿到面试了 这个人这个HR真联系你了 说嗨这是谁谁谁 对吧跟你发个OA 然后你OA做完了 他说好我们准备move forward去店面了 那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 反过来去看这个职位描述 看一看这家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 他们家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干什么 这个组招你进去是想让你干什么 这个组招你进去是想会 是希望你会哪些技术站 这是你要去看的一件事 那就在今天我们的这个学生内部群里面有人在问 说这上面这个面试的时候有就就面试官问我说 你会不会read this 对吧你会不会某些什么后端技术站 把这种问题 其实这种问题就是他为什么会问 90%以上的case都是他写在了职位描述里 或者说你可以通过HR那能听到一些风吹草动 就说这个组在用这些技术站 那针对这些技术站来讲 首先你需不需要说这些东西你有hands on experience 你真的全都做过了 其实不需要 你只要去大概了解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对吧 比如说我现在说redis这个东西 对吧 我说你用没有用过redis 你知不知道redis 在座的各位同学有哪些能把redis定义准确说出来了 redis是干什么用的 它有哪些特性 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件事本身其实不难准备 但关键就是细节决定成败 对吧 你之前可能说不知道这个套路 或者说你之前可能觉得说这事无所谓吧 但是我会说 请现在你听了我的讲座以后 请你把这件事放到一个priority task 基本上来讲也就是你一天十分钟 最多不超过百行十 因为人家的introduction 那个页面上写什么是redis 写的非常非常清楚 同样的原因 同样的事情 你可以去拓展到什么react 卡夫卡 Spring 然后python的什么jungle 什么spark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 都可以去拓展 都是这么个事 你看一看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 核心有哪些概念 它跟某些竞品有什么区别 比如他可能问的uflap就是redis跟memocached有什么区别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那除了针对指令描述去准备一个东西 你还要根据简历内容去准备一些类似的bq 或者说技术背景问题 对吧 那就是他去看一下你的简历 对吧 你说简历你跟别人合作了 对吧 怎么合作的 那正常遇到冲突怎么办 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内容 那包括还有技术背景问题 对吧 技术背景问题就是 那你说你用过react 那你说我讲了react是怎么回事呗 什么是react 类似这种东西 这跟前面指挥描述是有一点像 那这些东西其实都不难准备 但是会在你的面试中 大大加声 就是说你不是一个只会刷题的机器 对吧 这么多年下来呢 最近特别是最近两年下来呢 很多人都发现了这个问题 就是公司在招聘的时候发现 哎呀我招聘来一个只会刷题的机器 对吧 某的感情的刷题的机器 对吧 刷题是很猛 一到真做项目了就不行了 对吧 他没有办法 就是这种 他们发现很多会刷题的人 但是没有办法转化成公司的实际价值 这个实际价值就是你要去写项目 你要去把内容准备出来 发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就是除了这个之外 我会问BQ 对吧 来判定你是不是一个jerk 是不是一个混蛋 对吧 然后包括会加一些这种技术细节的面试 来看你是不是真的做过这个东西 你是不是真的qualify 从技术上去qualify这件事 那接下来就是投简历的网站有哪些呢 我在这里罗列了四个 这四个呢其实是不分priority的 这四个就是你想投哪个 投哪个 但是我会说 这四个的顺序是按照 上面的职位多少 我来列的 那第一个是link in 这个是最主要的投递途径 你还可以去发私信 主动去go the hr 之前有同学去问过这件事 说老师我这个 又怪的 我应不应该去主动go the hr 对吧 还是我应该去找内推 这么一件事 其实对于很多公司来讲 你找一茬的效率 反而会 就是 效用 反而会更好一些 就是说 有些公司的内推 跟海投 其实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甚至反而效率更低 我说的就是亚马逊 你这个亚马逊 你内推不如海投 就是这个事 那这个时候呢 除了海投之外 你说老师我想再加一个双保险 怎么办呢 你去LinkedIn上主动go the hr 那这件事呢 是一个吃力不好好的事 就是大概就是 你可能找了10个hr 好不容易加了10个hr 那中间通过什么 三天四天五六七八天 他终于通过了你的请求 然后你再问他 你说哎呀 我对你这个职位非常感兴趣 我对亚马逊非常感兴趣 你能不能 那个有没有什么职位推荐给我 对吧 我非常想投 很有可能就石阵大海了 hr也就不理你了 所以这件事 对New Guard而言 是一件效率极低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非要做 你可以这么做 那是记得说话的时候客气点 别上来就不要内推 这不会有人理你 然后 第二网站叫gasdoor gasdoor 上面是有雇主评价的照片网站 这是他们家的特色 就是你可能会在LinkedIn上 看到一些 你根本就不知道的网站 看不知道的公司 对吧 然后你在LinkedIn上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样 这个时候 你可以去gasdoor 搜一搜 看这个公司的评价 怎么样 当然这也是只针对有好奇心的同学 或者说 当你拿到的这家公司面试的时候 你想了解一下这家公司的口碑怎么样 这类的事情的时候 再去gasdoor再看 第三个就是公司自己的照片网站 公司自己的照片网站 吃力效率极低 这就是这么一个评价 比如说你跑到韩世 阿玛桑是按组招人的 可能你搜搜索费人之间 他能给你动出上百个职位 那这上百个职位 你就慢慢看 你这一天不用干别的 你就看了 看完了以后你发现非常沮丧 绝大部分职位都不适合你 你一定会看出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你就会发现 吃非常的效率极其的低下 包括什么Google的网站 然后其他的网站都是这样 首先你得先找到这家公司 你得有一个idea去想说 嗯我都知道哪些公司 其实一会我们去看一下 明天的那个招聘网站上 你会发现 我们的想象力是极度有限的 是吧 比如说我们就说 在San Francisco Bay Area 在湾区这么一块地方上 大大小小的公司 真的是你见过的 你没见过的 百分之九十都是你没见过的 所以你去公司自己的招聘网站 去投 这是一件效率极低的事 所以不是非常推荐 当然你说老师傅我就要投Google 你难道不是 我不是他公司网站上投还怎么办呢 这不叫做什么 这不叫找工作 这就叫你要投 比如你明天实际上最后 也是导到人家公司网站上去了 这只是说你要去找 怎么去搜集这些 在招公司在招聘的公司 那你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 明天七岁格拉素尔 然后是公司自己的网站 以及最后一个 针对在校生专有的一个东西 叫handshake 那这是校招专用的网站 所有的校招职位 你都优先从这里投 你就比如说前段时间 Google early carrier 对吧 他放出来了 他放出来了 但是放出来的时候 你在学校里 你能你能访问handshake 就用handshake那个职位连接去投 把他们会相对来讲 会有更高一些的priority 那这是关于投简历的网站 或者说这是关于第一个section 那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有问题的话 直接开麦 或者是公开课讨论去打个字 都ok了 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 就是老师您好 就是我想问一下 比如说linklink的话 就是一般是怎么的头发呢 就是刷最近的 然后一般是不是早上刷的时候 可能就是人要少一点 然后投的几率就要大一点 这是一个好问题啊 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 我会说是 你每天都要去check一下 因为你会发现像我刚才说的 你每天五分投的话 他很有可能就是 他发职位的速度 没有你天职位的速度快 所以你就会出现 每天早上起来一刷 又更新了一个新档位 然后赶紧投 是应该这样 这样的话会是一个好事 因为你投的越早 你被hr先去看的概率就越高 一般来讲hr都是有一个queue 那那个queue就是 你先portulate他 他就先联系你 他联系你以后 他可能说我第一波去面十个人 那这十个人里面有你 面完你以后 你拿到了offer 那后面人可能就说 我们确实就招这一个人 后面不灭了 假设这个人换成别人 然后你是在queue的后 那你确实就 跟这个岗位没什么关系 所以确实是应该 每天都要去check最新的岗位 放出来了 就马上投 好的谢谢老师 客气 那看看还有其他同学有问题吗 没有的话我们继续 就是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要找内推的话 还是你之前说的就是linklink的话 比较效率比较低 那还有什么方式找内推呢 内推这件事其实是分这么几个情况的 第一个情况是你跟内推人到底有多熟 内推人愿意给你提供多么好的背书 比如说大家常见的内推途径 或者说大家都知道内推途径 地理 你去地理内推的话 会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你不知道内推的人 到底愿意给你多强的reference 内推真的是分等级的 比如说假设我现在去推ASAD同学 对吧 他第一问题就先问我 你跟这个人有多熟 你说不是很熟 对吧 不是很熟那说啥呢 对吧 你说很熟 接下来就会问你说 他在这个角色上 你对他有多了解 比如说SE这个职位上 你对他做SE这个工作有多了解 然后你说也是很熟 对吧 接下来他就会问你一个排名 他问你说那好 那在你接触过的人当中 这个ASAD同学排百分之多少 前百分之多少 他会有很多选项 比如说50以后 比如说前50% 比如前25% 前10% Top1 他会有这么多个选项 所以说你内推的时候 你不是很确定这个内推人 会给你填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所以这是第一点 如果给你一个非常强的reference 那在某些公司是非常有用的 比如说Facebook和Google 这两个公司 一定要找一个非常靠谱的 愿意给你强推的人去内推 就是你非常确定这个人 比如说给你一个top25% 或者top10% 那这样的话 你基本上拿到面试的概率是非常稳的 尤其是在Google Facebook更依赖的是一个reference letter 就是去用第三人称的口吻 比如说我现在要去推AACD同学 对吧 AACD同学要提供一份第三人称简介 去夸自己 就是以我的口吻去夸AACD 有多厉害 这个多厉害的分多种方面 那就比如说 你在你跟我是什么关系 对吧 然后你是哪个学校的 然后你在技术上都会什么东西 然后你有什么样的passion 对吧 然后你曾经有什么样的achievements 然后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你写的越多了 我会说那个东西 你得分这100词以上写 这100的字以上 才会比较有效果 写的越详细越好 但其他的公司 内推基本上来讲 就是两条通道 内推是一条通道 海投是另外一条通道 这两条通道之间 没有任何的preference 有甚至很有可能 因为内推是要给这个employee钱的 所以很有可能 内推那条通道还会被deprioritize 所以这是关于内推的这么一个基本情况 我推荐大家就是有强推去强推 没有强推的话 海投是非常效率的一条途径 无论是对于你自己的时间去算 还是说你要去找人的成本 以及说最后的结果来去看 都是海投会更有价值 好的 谢谢 好 谢谢这位同学 我们先继续 职位要求怎么看 看被吃了 但是是职位要求怎么看 那我会说你最终应该做到的情况 就是在秋招大概进行 大概在春招进行到大概五天 或者一星期之后 一个职位不到五秒 你就应该知道自己到底该不该投 就你用五秒的时间决定 接下来这五分钟 我是接下来花五秒 反复去看其他职位 还是说我要去开始投这个简历 因为有的简历投递 它这个系统实在是做的很糟糕 这个点名workday 做的非常的糟糕 所以很多东西 你都需要手动再填一点 即便你上传的简历 所有东西都手动 copy paste 调板等等一系列 很烦的 很有可能你最终 你要决定投这个职位 它会占用你20分钟的时间 大家的时间都是很宝贵的 更宝贵的是精力 在20分钟上 做了一个无所谓的 机械的重复的事 它势必会影响你今天这一天的 整体效率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看 这个职位 到底要怎么去看这件事 让我们直接去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是我直接从linked上 随便找了一个职位 拿下来 这上面有很多的东西 我现在想请大家稍微看一看 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 稍微看一看 然后我会带着大家再过一遍 好 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来 我带着大家来读一读哪些是关键点 包括说刚才为什么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 其实就是看看你们看到的关键信息 跟我看到的关键信息是否一样 第一件事 首先它招一个SE 它招一个什么样的SE 它招一个desktop and web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对吧 它招这样一个人 所以接下来大家就可以去match一下自己的技术站 对吧 就是让你去做周边开发 你愿不愿意做 你的技术站 或者说你的简历是否支持你去做这件事 这就是在一开始第一行去看的这个事 当然如果你不看第一行 你直接去看这个key qualification 你也能提取出同样的信息 或者它另外一个职位 另外一个row 叫做web application 对吧 让你去做web开发 其实就是前端 对吧 你愿意去做 能不能做 这些都是一个问题 带着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直接跳到key qualification来看 第一件事 它叫baccala degrees in computer science or related field required 可能看到这句话 有些转障业的同学 就一个情节劈里劈下来 说这个职位不适合我 但是我会说这件事不对 我们过一会总结一下 第二件事 说two plus years industry experience in JS HTML CSS 这么一块东西 在这一块 可能这些 UBI的同学 对吧 特别是之前没有过实习 对吧 没有过以前的工作经验的同学 可能又会觉得 这职位不适合我 对吧 我是不是可以换了 我也会说 你可以试试 我不能保证 他绝对会要你 但是two year 跟one year 跟zero year experience 其实相差没有那么多 这个坎很有可能 HR说忍一忍 咬牙忍一忍 还是会把你放过来的 就你还是有可能拿到面试了 所以说这种东西还是要试 那dropsql html css 等同于啥也没说 对吧 这就是前面这个web application 做前端的一个补充 对吧 dropsql html css 这就是前端的事 是吧 然后 你会发现前面这两个 boley point 虽然它写的很重要 但是你会发现 好像对你对整体职位的了解 要不要投 没有特别大的帮助 当然没有特别大的帮助 就是建立在我跟你说的前提下 就是 是否是cs不重要 是否是2yearplus不重要的前提下 你才知道它无所谓 那接下来好奇的一件事 就是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技术站 去做这件事呢 第三点 它叫solid understanding responsive UI design principle 这句话也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话 建议大家看到这句话呢 直接跳 就是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写啥 在面试的时候 也没有办法去量化考察 你到底会不会这个东西 所以直接跳完事 第四个点 叫high profession high profession in JavaScript type script html css 你发现这不就第二版的 第二点的翻版吗 多加了个type script 那说到type script 可能有同学就看到以后 就会很慌 说哎呀 javascript我都不会 这type script我更不会 对吧 就是或者说 这两个东西有好花啊 这两个东西有什么关系 对吧 这个应该怎么学 我们先留一个问题 放在这儿 然后我们看第五点 第五点重点 中一来 叫experience in building pixel perfect and perform us using low jazz express pag react react native react styling redux electron wirepack just yarn 那你会发现 这一个bullied point 他提了一堆的东西 那这一堆的东西 首先我感觉在座的同学里面 应该不会有任何一个人 这些技术上你都做过了 我会说这件事你们应该都没有做过 包括说我所认识的同事里也好 包括说所有的这些从事SE行业的 人也好 没有人是真的把这些上面的所有技术 一个人全都做过 老实说没有 那可能会存在一种什么情况呢 就是你做过no.js express 这是no.js 这是这个drascript的后端 对吧 可能你在做过react 然后react native 跟redux你可能碰过 但是剩下的东西什么electron 对吧你大概率是不会去碰的 或者换句话说反之意外 对吧你可能碰过electron 好你可能碰过no.js express 但是react你可能没碰过 就是会有这么一个情景的出现 那你说工作这么多年的人都 不一定能把这个技术站补全 对吧 那对于你来讲 他是不是真的希望说 别管你是new grad也好 还是你真的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 在追跳槽也好 他真的希望你把以下技术站全会 我会说不是 那这种情况下基本来讲就是 desktop and web application 其实基本来讲就是一个大组 这个大组下面可能有三个小组 其中有一个是做桌面开发的 一个是做web application的 然后还有一个做后端的 做后端的组不是很缺人 所以他就说你要能够招一个也行 对吧你非要硬c我也可以要 但是我现在指的大组最缺人的就是 desktop和web application 所以这两个其实你只要会一个 然后你再最好能懂一点后端 能去跟后端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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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后面就更不重要了 什么webpack just件 对吧 这这仨干嘛的 这不所谓的 不是一个new guide的该了解的东西 这三个哪个都不是 所以你这么看完以后 你就会把第五点看起来很吓人的内容 把它拆成了一个不是很吓人的东西 那小王在座的同学会react有多少 认为我可以去胜利react工作的 你可能会觉得说好像我真的学过 我可以试一试 对吧 或electron的同学可能在座的也有 对吧 你也可以去试一试 所以这个职位就被我们分解下了 你现在再反过来再去看这个职位 可怕吗 一点都不可怕 我们再往底下看 Experience in building high performance interactive chart with D3.js D3.js是一个画图的画3D图的这么一个库 那画3D图这个库你说重要不重要呢 我会说不能说不重要吧 对吧 但是这件事就是 它是一个specialized的库 那它是一个specialized库 其实如果你是做前端开发的话 你就不一定碰过这个东西 你做前端开发的话 你也不一定碰过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 有它更好的这么一个选项 说一下Canvas SVG WebGL Components 这些都是跟图形有关的内容 那如果你会呢 咱个好 你不会呢 也feel free to abort it 到第二点 Solid experience in building applications that are using REST WebSocket and GraphQL APS 这三个东西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你要清楚这三个东西在干什么 它是一个什么机制 对吧 如果你说你看到这个不知道什么是REST 不知道什么是REST 不知道什么是GraphQL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些问题了 这就是我说 为什么实际上你是一个前端 你是要去跟后端 首先去协调的 就是你怎么去靠后端 就这三种方案 这三种方案 这三种方案是业界比较流行的 还有另外一种方案 过一会儿我们在下一个PPT上会写 那玩意儿叫GRTC 所以这就是靠后端的几种方案 对吧 那你说这三种我都用过吗 不是 最流行的REST你用过就行了 GraphQL你大概知道是个什么Aer就行了 GraphQL你用过最好 没用过的话 听一听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也就OK了 这事其实不是什么大头 就是你得知道这条反映的是说 告诉你 或者说再要求你 你知道前端怎么去靠后端 这就是什么事 最后一句话 Familiar with software best practice Including continuous integration CICD 对吧 and test driven development 叫TDD 这两句话我会说 最后一句话也是一句纯粹的废话 就是你说我会CICD 然后他靠你怎么建CICD 那不是你该会的东西 或者说这个东西在面试中是无法量化考察了 TDD也是一样的 Test driven development 这件事我会说 在小范围的软件开发中可以用 但也不是主流 这只是更像是一个fancy的概念 那你说我在面试中会问到这种题吗 我会说大概率不会去问你这种东西 因为还是同样的问题 很抽象 没有办法去量化 比如说现在 哪怕我说 我说在座的同学 我们给你5分钟时间 你现在去搜一下什么叫TDD 过5分钟以后 你们一问我都答了6种 这个没什么好学的 这个从来都不是辨识的重点 也不是开发的重点 所以这种东西就 feel free about it 所以我们总结这么长的一串的内容 对吧 上面这一串当然还有一些坑 这个坑我过一会再说 你总结出来 其实就是你要么会red 就是react 要么会electron 你就可以投 对吧 这就是我们刚才总结出来的内容 包括说 bonus point 是你会这些什么第三 js等等 svg vfgl components 这系列 就ok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看起来很长的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吓人的一个内容 对吧 在座的各位同学可以想一想 对吧 如果我拆成这样 在我拆之前跟在我拆拆之后 有些同学可能确实是拆之前觉得自己投不了 拆之后觉得自己可以一试 对吧 那这样的话 我这个解读就做到位了 或者说起码你可以知道 看到这种职位很promising 对吧 你可以清楚的知道说 我学学react就可以投这种职位了 对吧 或者说我学学electron就可以投这种职位了 那就ok了 那当然这个职位有一个很坑的地方 you prefer to develop windows and mac os but you are also adaptable to different languages, devices and operating systems depending on the situation 比如说这个组啊 它可能还在扩张 对吧 那它可能以后其他操作系统也要做 除了windows和mac 也就是linux 对吧 所以就是你大概清楚一下 就是这个组啊 是在扩张的 所以听一听呢 觉得这个组应该还是比较promising的 有活可干 但是就是你不一定会舒服 因为在已有的框架下 原来你在跳的linux 又是一些好多新鲜事要学 当然了 总体来讲我拿出的这一个职位 大家可以发现它的bar还是比较高的 那接下来我们去拿一个bar 稍微低一些的 来过来看一看 那这个bar是比较低的啊 前面这个是两年以上工作经验 这个是一个纯粹的new grad position 还是老样子 给大家一分钟时间 先扫一眼 好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们来看一看 那这个是一个纯粹的new grad指纹 对吧 然后 will excite you 对吧 那这一块呢 就是为什么你应该来这家公司 对吧 没有为啥 先找个职位再说 一般来讲 你会直接跳 我会推荐你直接跳 这是废话 我们要看的重点是什么呢 其实最重要的重点 应该是our tech stack 这是你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他这个职位如何就是吸引你这件事 对于你来讲不是很重要 或者说其实他根本不看 那写上了写上了 当然就给你一个理由而已 对吧 那显得公司比较friendly 他不能不写 但是你不需要看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你最需要的是什么 你最需要的是告诉公司 你适合这个职位 而不是让公司告诉你说 我们的职位有多不多 好对吧 欢迎你来 他当然希望candidates多多 对吧 他从10万人里面挑10个 跟从1万个人挑10个 这挑出来candidates的 这个quality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当然喜欢人越多也好 那我们就来看我们最关心的东西 第一件事our tech stack our tech stack 他在说我要用go for back-end service go是一个语言 Google出的一个语言 node and typescript for our web service 对吧 然后react on the web on the front-end 你会发现go做后端 前端用react 然后swift for ios and kotlin for android 所以你发现好像这事还挺复杂 又要做后端 又要做前端react 然后又要回ios和android 然后we are running the aws with kubernetes for containerization 你还要回googlenates 然后还要回AWS 那最后一个是 我估计在座同学应该没见过这个 叫grpc and protobuf for internal service communication 那grpc是个啥 我特意你不要管 你就把它当作跟rest 前面这张图的rest 是一个几个就可以了 followbuf是个啥 那是他之间互相去聊的那么一个机制 跟json是差不多了 所以你也不用管 你会发现如果你单独去看 看这个下来 你说老师是不是这五个里面 或者说这几个技术站里面我全要会 大家应该已经有点感觉了 你做一个new command 这些东西你全都会了 概率几乎是零 不限时 你说我既可以拿react做前端 又可以拿go做后端 这事是存在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全占文中师 这是ok的 你说我既会做iOS 又会做安卓 这事也是存在的 对吧 你是一个mobile developer 但你要说我既是mobile developer 又会做全占的所有的东西 那我会说你会被累死 对吧 因为iOS跟Android 本身已经没有那么容易去学了 它本身就有自己的一套门槛 那前端跟后端呢 又有另外一套的门槛 所以这句话其实就是在说 它是一个general hire 它是一个general hire 招接来以后呢 你既有可能会去做 go long写的后端 你也有可能会去做react写的前端 以及你有可能会去做mobile developer 那这就取决于你的简历上 到底写了哪些内容 以及说实际招工作的情况 比如他需要100个后端 一个前端加了两个mobile 对吧 你大概率会被分配到去写go backhand 如果他说每个职位都是100个 对吧 你从市场招聘角度来讲 后端程序员是最好招的 其次是前端 最不好招的就是mobile 而mobile的原因是因为 现在没什么人用mobile 没什么人去招mobile developer 所以你突然说我现在要招100个mobile developer 对吧对不起市场上没有这么多资源 然后你去招 所以大概率是不现实 那从这种情况来讲 那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 如果你的简历上有任何遗像match到了这几个bullet point 那你就可以投 就这么明白 你不用去管说 老师我只会这个go 对吧 react不会 iOS Android我也不会 怎么办呢 没事 接着我前面说的一个话 对吧 就是你要讲出来我会做圆热肉丝 那这个圆热肉丝就是 你做的有多好 你多会做 那你只要能证明你会做就行了 同样后端也是一样道理 对吧你说我就会做后端 我后端做的很好 对吧 那也可以 肯定是可以 因为在公司中有大把的人 就是他们只做后端 或者只做前端 或者只做LOS 或者或者只做Android 对吧 你说这个人会不会既做这个 也做那个 又做那什么呢 我会说在公司里大部分人都不是这个状态 所以公司里面老员工都不是这个状态 他为什么要要求一个新员工是这个状态 这非常的不合理 非常的不合理 所以不要想太多 对吧 合理的情况就是你大概率只会做其中一项 最多最多做其中两项 那其他的我们可以再看一看 那其他的比如说什么 curiosity and excitement dive into complex problems 就是你要这个 比如说喜欢钻研 对吧 这句话呢 我们过一会翻其他指挥的时候 你会发现基本都是这个道理 没有人想招一个懒人进来以后 就怎么说呢 就不干活 对吧 或者说没有上进心 他们当然都喜欢有上进心的 但是这个上进心这件事非常难以衡量 你这个面试的时候你就算装你也得装出来 我是一副非常有上进心 我是一个非常geek的样子 所以这不是公司的主要concern的点 或者说主要考察的点 除非你说我进去 我过去以后我什么都不care 是吧 那你这什么都不care 你肯定也不会真的去找工作了 所以这点东西 第二点又是这个凡人的 degrade in computer science or similar 这句all similar就用的非常的模型 是吧 所以还是我说的一块 就是这些公司啊 除了顶头的顶级流量企业 他真的不确认 他这个真的是求着去面试 求着要进去以外 其他的公司 真的情况不是特别的乐观 你要想他情况真的乐观 他为什么要招这么多H1币 他为什么要去给你sponsor H1币 sponsor green card sponsor一堆了你把刀 还给你这么高工资 还是因为市场供需决定了你这个人的价值 不是说你这个人就真的值这么多钱 而是说从市场上来讲 不花这么多钱 就招不到这么一个人 所以才决定了你可以被付这些钱 所以说无论你是cns也好 无论你是cns也好 别管黑猫白猫抓了耗子就是好猫 只要你能解决问题 你能给公司解决问题产生收益 那你就是一个好猫 就是一个好sd 如果sacnslook like 这又是一堆废话 我推荐你不要看了 所以你看一看 基本就是 altexac就看完了 就决定了这个质问 要不要 所以我们接下来可以去总结一下 有哪些点是你们投简历的时候应该关注的 那我列了一下五点 第一个点工作的职位 就是你要先确定自己到底想做什么 为什么想做这个职位 你不可能说我既要做mobile developer 又要做全站 又要做sre 或者我可以去做data pipeline 对吧 这几件事在你的简历上去体现出来 一定得是 我只能专注于某一个 或者至多某两个领域 你不可能说我所有东西都要做 所有的职位我都要投 所有的职位都适合我 我就说 不存在 对吧 除非你有什么十年工作经验 对吧 你每两年换一个东西 每两年换一个东西 但是你如果真有十年工作经验 对你的要求就是另外一个要求 也不会是 这种就是像攀饼一样 攀论很开的 就是技术上的要求 给大家讲个故事 实际上我有一个同学 他跟我聊说 老师是不是做底层很厉害 我有个同学 我有朋友他做底层的 他写operative system 或者他做compiler 可厉害了 每年能挣不少钱 我说你要想做可以做 他说那是不是学校 Inscope project做够了 我说他肯定不够 对吧 你真要去做这种东西的话 你肯定是要有对应的项目去证明 是ok的 然后过两天又过来问我 老师我有一个同学 他在Facebook做L6 他升得很快了 五年升了6 然后说我怎么能像他一样 我说那你去问他 你这个五年升6 那他到底干什么了 还说不清楚 我说那你也不知道他干了的啥 他就升到6了 他到底是做全站的 还是做mobile的 还是做什么的 老师我不知道 我就只知道他五年升6 然后又过来 过来中国说 老师我看这有一个mobile职位 这mobile职位我想投一投 你觉得我可以投吗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违反了几条的规律的这么一个情况 我相信在座的绝大同学 多少同学 其实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回答 可能大概 大概有些同学是有一些想法 就比如说 这里面你有一个preference 但是可能你更关注的是说 我到底能不能上岸 对吧 我到底能不能真的找到工作 我会说这你最容易上岸的 当然你是去做全站 招的最多 公司没有网站 是吧 但是其他的也同样是有机会的 比如说我之前有很多的同学 都是去进到了中部的公司 去做mobile developer 刚才我虽然说了 我说mobile developer 现在市场需求很少 几乎没有 但是还是会有中型公司去招的 中小型公司会去招这些人的 包括大公司其实也在 还是在有mobile 只不过就是前几年mobile first的时候 招了一大堆mobile 当年吃撑了 所以现在消化不良 所以招不了这么多 但是mobile app这个需求本质还是在的 并没有真的消失掉 可能再过几年 mobile developer还会再回暖一些 SRE 这也是一个可以去做的这么一个职位 SRE要关注的点就不太一样 比如说你要关注 Orbit System 对吧 你要关注这些 Networking 这些东西 这是一个做一个SRE 要去关注的东西 包括Infrastructure Tool Data Pipeline又是另外一个东西 比如说什么卡夫卡 Spark 这种 你一听叫Big Data 对吧 叫大数据 然后听起来好像 这应该是DataSensies干的吧 其实不是 这是SB的 这事儿 在公司中很有可能 你也会需要见这么一个东西 你就比如说你们组 对吧 现在收集了 我们就说Discord了 你收集了上亿人的用户信息 对吧 你对这些用户信息 你要去做一些分析也好 或者要做一些post processing也好 对吧 你比如说我们要对他所有的用户进行一次升级 对吧 这件事要怎么做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Data Pipeline 去做这件事 所以不一定是用在Data Analysis那一块 很有可能他直接用在我们的Data Backfill 比如说我们新增了一个Field 这个Field 我们根据用户的动态的地理位置去判断 这个人是不是在美国 以前没有这个东西 现在要有 但你怎么办 你要执行一次Backfill 那那个Backfill上亿个数据 你怎么去把这上亿个数据 全都把数据都填回去 你就需要一个Data Pipeline 最重要的第一点 工作职位 第二件事就是工作地点 工作地点这件事 第一个事就是你不要去尝试 或者说你尝试没有什么意义 是吧 你当然可以试 试了以后没有任何的nexative impact 但是结果无非就是人家把你拒了 你不开心 多说一封巨星而已 你可以跨州找工作 但是你不要跨国家找工作 比如说我现在在美国 对吧 我说我哪都行 对吧 你让我去新加坡也可以 你让我去澳大利亚也可以 你让我去加拿大也可以 结果你就呱呱呱呱全投了 是吧 投了以后 你作为一个经验不是特别丰富 或者说 一般来讲 即便正常情况下 你是在植销槽去直接跨国的 你拿到面试的概率都是非常低的 一般来讲 这种你真要跨国的话 都是在公司内部直接转组 这种是最稳的 工作地点可以跨州 跨州的话 我们就光说就业机会来说的话 那湾区是大于等于纽约 等于西大图 大于奥斯汀 远远大于其他地区 我只说从工作机会机会来讲 就公园区的机会是最多的 对吧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那当然有同学说 老师我不是很喜欢 温区这个氛围 对吧 我觉得纽约的fintech 我也挺喜欢的 那这就是大于等于 那个等于的所带的地方 纽约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相对来讲 半会稍微低一些 那西大图就是 比如说这个我们著名的香蕉厂 对吧 开了一波人就怪的 对吧 那最好的情况下 就是一轮VO进大厂 是吧 现在呢 暂时 目前来讲 还没听说 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去年有 前年有 几乎往年都有 所以今天会不会有呢 应该也会有 那 Hosting呢 之前还不错 现在呢 估计是因为之前 那个德州那个雪的原因 那个停电那事 然后所以 现在也没什么人去说 我一定要搬到德州去 什么样的 其他地区呢 就是同样的一个情况 经常有同学问我说 老师我去面 我拿到了Google的面试了 我可不可以现在直接去跟 但是是在关区的职位 我可不可以现在就跟HR说 我就一定要面 我当地所在的职位 比如说好像那个同学是 民进苏大洲的 我可不可以就要求他 我只去面这一块的职位 那我会说千万别 这是这个同学们经常见的 见的一件事 就是你实在可以实在 但是你实在分什么时候实在 这件事千万不要去做 那什么时候可以去做 你过了Hire committee 开始做TU match的时候 你再去跟HR说 我现在因为家里有联名 我想去match民进苏大洲的职位 其他的地方不是有限考虑 这时候可以 因为这个时候HR看到了希望 你跟HR现在是在一条船上的 什么一条船上 你过来还是很谜题 对吧 你接下来就是TU match match成功签了offer 他就可以拿钱 你就可以拿工作录职了 这个时候你们俩才有共同的利益 才可以说 你才可以跟他说实话 当然也不是说 鼓励你们去说瞎话 就一开始你不提这件事 就完事了 第三点就是工作年限 对吧 对一句话来讲 所有Junior开头的SE职位都可以投 最多不超过两年工作经验的职位 也都可以投 当然你说老师我上班之前 我上学之前 我已经上过班了 对吧 随你便 你就按你实际的工作经验去 随便投这段事 比如你说我上班之前 对吧 我上班之前 我上学之前 我在某个国内的某个互联网公司 或者说在国内的某个IT行业 对吧 我做马农做了三年 对吧 我出国以后 我到底是按零年算 还是按三年算 还是按三年算 当然他之间有一个折损 他更倾向于把你当成两年 或者一年半的人去算 但是总共来讲 你肯定不是完全没有经验的某个人 当然只要你之前有工作经验 特别是SE的工作经验 那是很容易去拿到面试 去拿到这个offer 你想大家所有人都是在想 我招一个有经验的经验给干活 那多好 我招一个什么也不会的人 我要进来培养 对吧 这个公司不是学校 对吧 没有人会说万愿意在给你支付薪水的情况下 还让你去慢慢学习成长 你去他跑学校去 你学东西还要交学费 是吧 公司又不是搞慈善了 怎么会允许你干这件事 第四点找技术站 那第四点才去关注这个技术站 所以就是说前面这三点 基本来讲就是 你打开一会儿 我们打开linked职位 你搜一搜 第一点你指定一下 工作年限 就是你第一件要看的事儿 一看工作年限 file year plus 直接挑 看的想都不要想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那然后才会到说 这个好像一年工作间 或者中间 或者他没写 对吧 这时候你得去看技术站 而技术站里面 也不是所有东西都要看的 你要先关注大的框架 比如说react 比如说subrim 比如说a.js 比如说docker 比如说卡托卡等等 去忽略那些小的补充性质的框架 比如说typescript 对吧 你问type script之前 你是否知道javascript 是个啥样样 对吧 不知道type script 那你就知道javascript 到底有几种基础数据类型了 你知道type script 跟javascript 最大的区别在哪 对吧 type script 对javascript的一个补兵而已 对吧 我之前 这位同学跑过来咨询 我的一对一 他说我现在就想学type script加redx 然后我问他 我说那你知道type script吗 不知道 我说那你知道react吗 不知道 我说那咱们应该先从react开始 对吧 然后我们再一步一步推到 redx加type script去 然后我说大概是这么一个小时 然后他说那算了 我现在只想学redx加type script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空中楼口 就是你没有这些对应的基础 是吧 语言演进的方向 它是有一个定义的方向的 为什么人家叫type script 人家咋不叫type java 对吧 人家咋不叫type cutlet 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对于某一门语言的 补充 是吧 补全了javascript的某些短板 当然他也带来了一些其他的负面效果 这个技术性问题 我们不讨论 然后redx是个啥玩意儿 react又是跟react又是什么关系 你要先由react 我们再说react 在它的基础上解决了一些什么样的痛点 对吧 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适合用react 什么情况下react就是一个 怎么说呢 redundant 就是非常冗余的一个操作 你用好了react是个非常好用的东西 你用的不好 你为什么不直接用react 就类似这么一种东西 那当然了 在座同学可能会问说 有的同学可能 马上就能get到我的点 那证明这些东西你接触过 或者说整个这么一个理念 你确实了解了 有的同学可能觉得说 你说是就是吧 虽然我听不懂也在说什么 对于听不懂我在说什么的同学 其实也很正常 这就是一个你的技术的经验的积累 就是你什么时候能认为 判断出来我说这句话是对还是错的 一定得是你自己大概用过这些框架 比如说怎么去用 比如说大的框架 你真的用手写过一遍 那才可以说我用过这个东西 对吧 react确实有这些痛点 原来reduct是为了解决这些痛点 一个技术的出现 一个技术的流行一定有它背后的原因 包括说它为什么能被北美的绝大多数主流公司去接受 对吧 原因就是因为它在某一点解决了一个特定的问题 那会不会存在说有一个技术 有一个技术它能解决所有问题 我无脑上它就行了 不存在了 对吧 你刷算法题的时候 你都知道时间跟空间的trade off 对吧 这个在实际去用这些技术站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问题 什么时候应该用什么东西 无非就是偶尔 你既可以用它 也可以用那个 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情况 对吧 你到底是on时间加on空间好 还是onlogn的时间加oE的空间好 对吧 depends 看你具体情况 什么时候都可以 对吧 大部分时间很宽泛 对吧 觉得这两个是差不多好的解答 因为nlogn几乎于 你可以把它当做on处理 对吧 我们认为logn几乎是一个常数 但是技术站里面就会存在这么一个情况 什么时候只用react 什么时候我需要用react 这个东西聊多了以后 你会发现 那你在你解决特定场景的问题的时候 你需要上react 某些特定场景 你没必要上react 那这些东西聊多了以后 再聊深点那边叫啥 那边叫系统设计 所以是这么来的 那么继续说 补充忽略小的补充性的框架 那么一二这也不用管 react styling 对吧 你一听就是它其中的某一个 小的管styling的框架 你理他干嘛 对吧 什么grpc 这是google自己愿意玩的东西 toto buff跟grpc绑定的 对吧 你最主要的现在要guess point 是 业界主流 是什么东西 是resor API 你知道resor API 剩下的那些东西 干嘛呢 前端跟后端聊 我会聊的方法不一样吗 对吧 就像我现在在跟同学聊天 我们可以用中文聊 对吧 没问题 我用中文分享屏幕去聊 可不可以 可以 那过两天 我们说把这个东西搬到线下 对吧 然后我们以这个英文形式去聊 可不可以 可以 那核心变了吗 没有变 核心在干嘛 我们自然是在去做一场讲座 对吧 然后大家来听一听 然后看看有没有收获 对吧 看有没有问题 对吧 这就是表现形式的不同 所以这种东西不需要关注 那最后一点呢 就是你要关注一下是不是绿卡公民啊 有的工作很坑的 就是他最后在一个很小的位置 告诉你说 只接受Permanent Residence 或者是US Residence US Residence 对吧 这这种东西 就是你如果要是一个F1 对吧 或者说你是一个H1B 对吧 那就不要逃了 直接跳就好 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都对彼此尊重一起 当然你看到了就看到了 没看到就没看到 这也无所谓 那当然了还有一些东西是不需要关注的 像我刚才总结的 3S的学位要求 对吧 那我们其实已经有大量的事实去证明了 转专业的同学相比科班出身的同学并没有劣势 相反对于某些这种 其实这是一个怎么说呢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就是这个叫 规矩者效应 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有些很多转专业的同学 他认为自己不太行 对吧 所以他会学的更拼命 学的更玩命 然后相比而言 他出的成果 或者说他的进度 反而会比那些科班出任的同学做得更好 给你举个简直的例子 我们班上五个同学 其中有三个是转专业 两个是本专业 那三个本 那三个转专业的同学 上岸的速度 那offer的速度 比那两个本专业的同学快 这就是证明了 转专业相比科班并没有什么劣势 只要你愿意学 对吧 只要你是在往对的方向去努力 这两件事 你构成了一个 矢量 朝着对的方向 快速的前进 你是一定可以去上岸的 那 那其他的北美的其他专业 对吧 像CS这么容易去留下的 对吧 就很少 趋至可数 对吧 你可以算一算 拐统计算进来 对吧 然后你把竞争算进来 好像别的也就没啥 对吧 那其中又以CS对转专业是作为友好 所以这件事上 大家千万不要有什么担心 我们这么多期课下来 带来这么多的同学 我会说这件事 I promise 对吧 绝对没有什么劣势 当然你说 你说本专业都学了几个课 对吧 就几个课的事 那几个课 上班的时候真的体现不出来 你说你作为一个中年developer 现在就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需求 你把design了做到网页版 你需要什么offering system的知识吗 不需要 你需要networking的知识吗 我会说也不需要 你需要什么compiler的知识吗 也不需要 其实就这三节课 这三节课是很多年之后 才有可能会体现出来的差距 你到了senior 甚至在往上的级别 L6、L7 对吧 你真的要去解决一个非常繁大的系统问题 对吧 这时候要求的是低延迟 比如说10毫秒之内 你要达到99.29%的响应 都在10毫秒之内返回回去 这种超低延迟的系统怎么去做 那个时候你才会去考虑 Networking层面我们怎么去处理 对吧 OS层面我们怎么去优化 初级开发绝对用不到这些知识 而这些东西根本就不是你上案的时候 所应该具备的 或者说也不是exact会去考察的 相比于国内 其实北美的面试还是非常的务实的 一个务实务实就务实在 只要你能给公司创造价值 只要你能把这个东西需求 我提的需求做出来 你就OK 对吧 你就可以拿offer 你就可以来工作 就这么等 所以接下来第二点大家就很清楚了 对吧 什么tdd 那么它虽然的development paraprogramming 节对编程 你能get 开发类型中的各种描述 对吧 首先面试中很难考察 我问你什么是tdd 你这勾勾一下五分钟就出来了 这啥可考 对吧 这谁还镇监头谁还不会勾勾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很难考察 几乎不会出现在面试中 而且这东西你真要好好准备 比如你现在知道tdd的概念 我真让你去写一个代码 按tdd去写 你会发现并不好写 所以tdd这个东西 比如我还是这句话 那一会我们休息五分钟 休息五分钟 所以你可以去勾勾一下 可能是tdd 然后在我们一会结束以后 你看看你还能不能记得tdd的定义 我相信绝大多数同学就已经忘了 因为你没有hansung experience 你很容易就把它忘掉 所以这个东西既不考也不好准备 怎么说呢 事倍功半 没必要 所以这就是关于这个面试中 面试中 在你去准备的过程中 当你拿到一个job description 哪些东西应该重点关注 你从里面中提取出哪些有效信息 决定你该投还是不该投 以及哪些东西是你直接忽略了 还说什么说什么 跟我没关系 大家看看这块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就开第三个section 但是在第三个section之前 我想休息一会儿 现在是23分 我们休息5分钟 28分继续 好吧 我看这里有同学提问 说老师好 想问一下 现在会流行hr直接打电话 而不发邮件吗 电信诈骗太多 有时候会不开电话 这件事儿 我会说一般大厂的HR做事会比较规矩 相对而言 他们会先发封邮件 跟你约个时间 说比如说 Youtar同学你好 对吧 我们去约一个电话 对吧 然后你看什么时候时间合适 他会给你个slot 比如说GoogleHR给你搞一个Google calendar 你自己网上放东西就行了 他们做事比较规矩 所以到点他会先发邮件再打电话 而很多的公司的HR 他其实没有这么多时间 对吧 他会直接突然就账聘了 就真的是没有任何前兆 很有可能早上八九点 对吧 一个电话打过来 因为HR一般来讲都是上班比较早 下班也比较早 我之前见过HR早上6点上班 然后下午4点下班 他就这么夸张 所以我推荐同学们在找工作的时候 就是电话不要漏接 如果你要是对接电话的plan有问题 我推荐你在找工作的那几个月 你把电话的plan接成 换成unlimited 无线接电话 哪怕你接了一个所有电话 也在把它拉黑 现在手机都很强 都是有拉黑功能 然后还有同学私聊问我 说老师好 请问冷冻期是什么概念 如果一个岗位秋招失败了 春招还可以再投吗 这个事其实是分两个情况去回答 冷冻期这个概念 是说当你面试挂掉了以后 你会中间有一个gap 是公司不会再接受你的任何申请 公司不会给你发面试 这么一个情况 一般来讲 常见的冷冻期就是在你的店面挂掉 或者在你的veal实际的面试 跟挂掉以后 他才会给你设一个冷冻期 这个冷冻期一般来讲非常的flexible 根据你挂的时候 离line offer到底有多远来去决定 比如你挂的时候 离line offer非常近 可能压根就是不存在冷冻期的 名义上告诉你一个月三个月 但是可能过两个月 HR过来找你 告诉你说 你要不要再来面一面 对吧 这种就是冷冻期很小 但是如果你离过半离得很远 或者说一般的正常情况下挂掉 一般来讲冷冻期会有差不多一年左右 如果你只是投减例挂了 这个不算挂 比如说一般大公司的话 会有一个check 他会告诉你说90天之内 要最多投岗位一次 但是如果是这种中小型公司 他一般不会有这种检测 所以就随便敞开了头就行了 所以简历你们投简历期间是不存在冷冻期 这么一说的 挂了就投 如果他有查重检测 那就算了 比如说像 Amazon对吧 它是有很严格的查重检测的 之前有同学试着换过电话 然后并且换了email 并且把整个简历重新排版 名字也换了 但是最后还是被Amazon查重系统给查回来了 合并了帮号 告诉你说 一个值得以前投过 这个同学期化 大部分公司都没有这么变态的查重 然后我们来看 有同学问说老师好 我想问一下一般HR的风英特尔友会聊些什么 HR的风英特尔友一般来讲非常简单 就是打个电话 确认你是个活人 会说英语 这是最核心的 然后剩下的东西 无非就是sell their company 就是说你看我们公司非常厉害 对吧 有多牛 对吧 然后里面工作有多好 大概来讲就给你吹一波 是吧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商业户吹 对吧 他吹公司有多好 对吧 你要吹你多年去 也不算商业户吹 然后你跟他吹完以后 接下来就是确定一下 什么时候去拿OA 是他会接下来给你发个OA 然后包括说整个timeline都会跟你说一说 然后甚至有的HR会比较nice 会把整个的whole process都跟你说一说 所以这就是HR的风英特尔友 当然也见过 这种是一个极少数的极个例的情况 HR面试了HR这个风英特尔友的时候 跟你说 问你一些什么基础的扎支点 什么扎斯哥的支点 我迄今为止只见过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counter的edge case 你可以直接忽视的 绝大部分HR就会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 然后我看看同学说 老师好 请问毕业日期在8月底 对new guide有影响吗 是今年8月底 是吧 今年8月底没有问题的 一般来讲 这个公司会认为 毕业一年之内都算new guide 所以你只要在明年8月之前 可能都可以投new guide的单位 当然还是说有极个别的港 会要求你非常严格 跟你说限定你是在比如说今年12月份毕业 或者说明年3月份毕业 还可以 但是一般来讲 我们公司就绝大多数公司 对new guide的定义 都是一年之内 老师你好 老师你好 谢谢你这个分享干货 我感觉一下就四度清洗了 我是个小白 然后呢 我 对 我是要申请 想申请明年的实习的岗位 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在找实习岗位的这方面 我想问一下你是实习岗位的话 你是明年夏天对吧 想找明年夏天的实习岗位 明年夏天可能是来不及了 因为我的很多的同学 已经在八九月份 已经就是投过一批 可能是不是已经破过这个时期了 是这样的 就是 一般来讲 实习最多的岗位 就是夏季的实习岗位是最多的 那你刚才提到了八九月份的 那个时间线 其实是针对大厂招实习而言 就是你对一个flag级别的公司而言 他们会招招英特非常早 就是八九月份的时候 所以现在确实你想再找一个大公司的实习 我不能说完全没机会 但是只能说 希望会比较小一些 就也确实在见过往年 十月份 十二月份 甚至来年的一月份 找到了第二年的夏天实习的机会的 大厂了 所以不能说完全没有机会 还是有机会的 那除了大厂以外 其实其他的中型公司 小型公司 他们去 他们反而会 放英特的时间会比较晚 就是你会发现现在的话 还会会有这种中型公司 小型公司 陆续放出来他们的 internship 包括你到了明年二三月份的时候 你仍然可以看到 会有这些夏季的实习放出来 但是那个时候 基本就是很小的公司 甚至startup 比如说startup招人的策略就是 我恨不得今天面完你 你明天就来上班 所以他们一定会在明年五月份的时候 开始去找intern 这是最worst case 所以说我比较推荐你 还是去targeting on summer internship 就还是看中明年的夏天的实习 当然在同期的时候 如果比如说你看到了一些 大厂秋季实习的机会 要不要投呢 肯定是要投的 我前提是你的毕业时间没有冲突 嗯 那就是我之前也是听别人经验分享 说像我们要找实习的话 一定要找大厂好一些 然后到fulltime的时候 你有这样的机会 或者你简历上更好看一些 可能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说法 对 这个问题分成两个层次去解读 第一个层次是 你会发现在 能找到fulltime的同学中的 占比的话 基本上来讲 只有很小一部分人 大约不到30%的人 是有实习 是有实习经验的 也就是说70%的人都没有实习经验 但是他们也能找到全职的工作 所以说 首先第一点 你有跟没有之间 当然是有会更丧 你找工作会更容易 第二点是说 公司级别来讲 当然你有一个大厂的实习 你的信任背书会更多 就是相当于放到 无论哪个公司在一场眼里都是 这个人在大厂赚过 对吧 这个人我们应该要 因为他的经验应该还不错 确实是 你有一个大厂的实习 会 大于你有一个一般的实习 然后大于你没有实习 但是说 这三者的关系 基本上来讲 你来年去投全职的时候 基本努力长度 你有一个大厂实习 大概率你会有return offer 你手里有个return offer 你再去找工作 那不就吃着火锅唱着歌 就把工作找了 对吧 有也行 对吧 没有的话 我return offer我也不亏 那是大厂的 对吧 中性公司你有return offer 对吧 你也不亏 你可能会说 我努力 对吧 我想找一个大厂的圈置 那你可能心态会稍微纠结一点 但是也没有那么纠结 但是如果你是剩下那70% 对吧 那可能你找工作的时候 确实会需要一些额外的付出 可能会需要一些机遇 对 Nucoir找工作这一块的时间 确实是 怎么说 是整个ISD生涯中 最难度过的一段时间 好 谢谢你 好 请 老师 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也是转码的 然后我是这个项目 他是就这个学校就是 是两年半以后再毕业 然后我现在就是 现在背景不是太强 会不可不可以就是在编头简历的时候 找一下那个volunteer的工作 比如说一些unpaid的工作 来 来这个丰富一下自己的简历 就是unpaid有用处吗 这件事我会说 用处肯定是有 但是呢 这个看你怎么想这件事呢 首先第一件事 unpaid的这件 这个活呢 你能不能找到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即便你找到以后呢 一般来讲 都是这种start 他们确实缺人干活 然后缺人干活的前提就是 你想他都要去找unpaid的 一没钱二没人 所以你干活的时候 很容易遇到一个情况就是 你也没有什么instruction 完全就是你想怎么干 再怎么干 干完以后呢干出来就干 干不出来也就算了 我之前有个同学 就是他就找了一个unpaid 他当时想法 他已经毕业了 然后他 在iPay Intel里面干了大概 六七个月吧 然后说是要给他转账 给他付钱 但是到最后呢 到他最后回国也没有给他付钱 也没有给他转账 然后中间呢 其实也是牵扯了很多事情 就是他一定会有一个 就是当你有一份所谓的正式工作 或者说这种unpaid的实习以后 一定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到底是要权衡 这个精力放在哪一块 你是想把这件事做好了 对吧 所谓抱着学习的态度 我要把这个活干好 以使得我的简历可以充实 还是说我应该把精力放到其他的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trade off 如果你个人能力足够强 就是你对这些 我刚才说的一些技术战 主流技术战 或者你要干的这些事比较了解 你觉得说确实是跟你练手 你有把握你肯定可以做出来 你不需要任何人的指导 你可以在干活中独自成长 我推荐你去 但是如果说你现在不是很confidence 你说这些技术上 我完全没有学过 我不知道正确的干活的方法 应该是怎么去做的 正常的我朋友应该是怎样的 我非常不推荐你去做这件事 就哪怕 我说句什么呢 你哪怕去优伦里生花20块钱 买个视频看 都别去干这会儿钱 好的 谢谢 好 我们过一会儿会再去说这件事 我们先继续 然后过一会儿我会专门留时间去QA的 好吧 接下来是第三部分 叫HR联系社导港 这件事 经常有同学跑过来问我说 老师 这有HR跑到林平线上聘我 对吧 或者他给我发通邮件 跟我说 我看你非常不错 对吧 你也会来面面我公司 然后有时候这个公司还不想 比如说大公司 对吧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公司 对吧 你一看又这好事 有一串来联系我了 然后但是 紧急着他又开始担心了说 我看了一眼 这个job description 我肯定我不是非常qualify 因为这不是一个new grad的职位 对吧 这种情况下要不要投 对吧 我会说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说 你看上去对这个职位来讲 你还ok 我感觉自己能够的上这个职位 比如你是new grad的 要求你 这是个职位上 要求你有两年工作经验 啊 并且会要求你有些某些技术 但这些技术里面 其中有那么一两个你是会的 那这种情况下 我会告诉你说 你就老老师投就行了 继续投 我跟HR搞好关系 对吧 然后常见一个错误就是 这个学生说 哎老师我要不要去问这个HR 说这个 这个HR 我没有这个工作经验 对吧 那我是不是qualify 我说这种问题千万别问 对吧 为什么呢 他能找到你 基本上来讲 就意味着 他的resource pool里面 是已经applicated 就没有资养了 所以他才会找到你 就两年工作经验 要真是他能找到人的话 他找你干嘛 是吧 就是因为现在找不到人了 那首先一点 HR是有自己业绩压力的 第二点 他确实也是想说 人找到了 他可以拿钱 所以这件事上 就是 从这一点上 你又跟HR 占到了同一个 怎么说呢 就同样的利益 对吧 你们是在同一个 同一个神上的 所以千万不要去问自己条件够不够 对吧 找到你你就是够吧 如果你去问他的话 那他一看说 那算了 那我们不谋说了 这叫什么 这叫你不懂事 就是 这些事就是 他找到你 你感觉自己差不多能告到那个话 这时候就不要说话了 你就老老实实去面 就好了 千万别给自己找事情 到手的鸭子 飞掉了 到手的鸭子应该怎么办呢 先抓住机会 先面了 面了 最后人家没要你 你是不是积累了一次面试经验 万一中了 万一中了 那就是天上钓彩票 天上钓彩票 对吧 你这个就中大手 所以说 这种经验 千万不要去说 I'm not qualified 或者说 I don't think I'm qualified 别舍着 实在不用在这个里面 好吧 第二种情况下 你看上去根本不ok 对吧 离最低要求有明显的这位差距 比如说你是一个牛怪的 对吧 人家要求5年工作金 或者说人家要招一个type lead 或者人家要招一个什么什么级别的 那远超你当前 所能适应的最低级别 对吧 这种情况下 他真的就是缺减利的业绩 对吧 他投了以后他不会理你 他只不过就是人家在工作报告里去写 我这个月收了30份解历 但是没有颗粒帅的 这算人家干活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不是非常的绝望 就是说什么意思 我老是我投了一个月 没有任何人理我 没绝望到这种程度下 我建议你直接无视 别浪费那个时间 他也不尊重你 你也不用 回他 来给他 所以这是关于HR去找到你的 这么两种情况 所以说差不多够半 你感觉自己能写 差不多能写 你就上 没那么好 你一看明显自己也是不行 根本就不是对着你来的 直接无视 就这么点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招聘黑话 聊完了以后 我会给大家看一看 招聘黑话非常有意思 还是先给大家一段时间去看一看 说这块到底在要求什么内容 然后我想找个同学上来总结 你打个字也好 你直接开个麦说一说也好 我们来总结总结 这些都是在job description上有的内容 但还是那个问题 你什么时候来看这个job description 一定是你在拿到面试以后 反过来再来看他 可能说面这不行就降级 不是 如果你要是一个直接去面senior的职位 他是不可能跟你降 我要招的就是一个senior 目标是什么 你要带领team去干一些事 不可能跟你降到 从senior比如说L5降到S 不可能的事 我来看看这个 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去读一读 这句话说了一件什么事 他是experience in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列了一堆 这句话他在说啥呢 这句话实在说我们是jether hair 你自己会啥就看着投吧 你只要会其中一个就行了 对不对 比如说你说我会把senior 能不能投 当然可以投 你说NLP可不可以投 当然可以 你说我只会web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可不可以投 可以 movil也可以 但这种情况下会有一个劣势 你就别想着根据job description 去准备什么东西了 到时候就只能渴着你的简秘去问 你会啥 我们就问啥 就这么一个情况 当然这是从一个大公司的这个上门抠下来的 这应该是google的sre的岗位 抠下来这个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大公司不是特别看的一件事 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总经 那第二个内容 第二个内容 特别去看一下我画红线的这两个 然后来看一看这个那个 看完这一块又再说 它叫shipping production code during your very first week achieve massive personal growth 这块再说啥 这块再说啥 有点想说一说 我来找同学聊一聊 这个这个 Rose同学你在吗 应该是不在 那么换一个 我们换这个team同学 这个team troll同学 你可以直接看完 我看同学点了这个 照片 看完就是左下角你自己这个名字那个地方 你自己名字旁边有个麦克风 那个麦克风目前是关闭的 把它关掉就可以 好 喂 可以听到 可以帮我重复一次问题吧 不好意思 对就是这一块 就是我高亮的这两部分内容 其实它表达出来了一个信息 就是什么信息 需要能马上上工 然后 马上能上手 然后他们需要我们完成的工作 对 是的 对 所以就是总结出来就是别想头老 进来就得就得出活 活儿有的是表情保证你每天都在成长中度过 这个怀疑人生 这件事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你刚进到公司以后 多久可以出活儿有一个概念还是没有 但我会说一周马上就出活儿 这肯定不是一个 就是怎么说呢 常态 我会说一般来讲 你进到公司前三个月都是rump up的阶段 三个月rump up三个月以后开始出活儿 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时间节点 那当然了你说老师我这个比较牛 是吧 我之前有项目经验 我一个月就能干 那太好 这个manager就喜欢你这样的人 你说老师我这个 这个三个月没出活儿是不是有点菜 我说也不要觉得菜 对吧 很有可能是组里的东西比较复杂 所以最晚最晚半年 你再开始出活儿也来得及 所以基本来讲就是你会发现三个月是一个标准时间线 对吧早于三个月 如果manager告诉你说一个月你必须开始干活儿 那manager是比较push的 如果manager告诉你说别着急 对吧前半年我们慢慢rump up 那他确实不push 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半年就真的是半年 你真的以为前半年你可以花水领工资 对吧前半年你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基本上来讲你等的时间越长 出国的时间越晚 manager对你的expectation就更大 或者说你今天要干的活儿是固定 对吧 你从第一个月就开始干 对吧 你比较轻松 你要想说我从半年以后再开始干 你要进入后半年去把前半年没干的活儿也干出来 你想想你这个压力有多大 或者说manager对你的预期会有多大 但是无论怎么样 一周你就开始shipping production code 这是两个危险的信号 第一个危险的信号 你第一周就要去往production code去写 所以万一你写崩了什么东西 你写炸了什么东西 你羊飞锅了 到时候就会在同时之间 你留下来第一印象 就是这新来的不行 搞出了一个production issue 这就是问题 所以说这种公司要小心 第二种情况就是活吃活是真的多 对吧 后面告诉你achieve massive personal growth 对吧 这前后复用 对吧 你进来一周都能开始 必须要开始逼着你去干活儿了 那这活儿当然做 所以这种呢 一般来讲 这是一个startup的description 所以当你看到startup的时候 基本上来讲 不是这个风格 也跟这个风格差不多 所以大家去进startup的时候 一定要想清楚 看description的时候 给你拿到面试机会的时候 你看description的时候 一定要想清楚 他对你的 expectation 是什么样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这个比较简单 这是一句话 ability to take on complex problems and learn quickly 这句话又在说啥 这句话过于简单 我随便找个东西说一说 那这个 有个人想说的吗 有个人想说的吗 有个人想说可以直接开麦啊 我们找这个 飞途同学 是飞途吗 飞途同学说一说 哈喽飞途同学你在吗 我们找这个裕途同学说一说 还是余途同学 开麦就在你左下角点那个麦克风 有一个红色的标志 你点一下就开麦了 能听见吗 可以听到 可能就是说 要看学习能力 是这个意思吗 对表面上要看学习能力 但其实背后反映出来一个现象 就是ability to take on complex problems 如果他只说learn quickly 这句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有人都希望你学得快 但是前半句话 叫ability to take on complex problems 再加上 对能力的要求 对 实际上这句话背后反映出来的是 组里没什么senior 没人带 什么活都给你来干 就如果组里有senior的话 那一定得是就这个人大概率会成为你的mentor 或者说他会去扛组里比较complex problem 然后你需要做的就是把它经过简化的 把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随便说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scope非常大 如何让特斯拉上火星 在火星上拍特斯拉 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但可能最后到你到一个new guy的手里 你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我们去做一下特斯拉在火星上的导航 或者说我们做一下去量化火星导航图 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就也不算简单 但是你起码知道如何去做 对吧 前者火星上如何开特斯拉 这显然不是一个你可以解决的问题 对吧 你就算你想解决 你会发现解决的方案 methodology 你的经验积累之类的完全不够 你很有可能就是做了半天以后 发现不行 退到上岸 那你前面的work就会怎么说了 没有用 所以这就是ability to take on complex products and learn quickly 足里没什么seer 对吧 什么都在你自己来 对吧 你自己足里没seer 你怎么办呢 人家希望你去当seer 对吧 方案等着你去提 所以这件事呢 其实对于一个转专业 new grad 去成长呢 不是一件好事 包括跟刚才那个同学问我说 我可不可以找一个unpaid intern 对吧 那我说就是如果你什么都会 如果你感觉说他做的技术上 你很confidence 你直接去做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说 这个东西真的不会 像这种overkill的problem 对吧 交给你那对于你来讲就是一种折磨 因为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你不知道这件事正确的做法 或者说正确的方法去把这件事去处理掉 是怎么做的 你不知道 所以你就只能瞎试 试完以后你自己心里都没点 做到一半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不安 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 这事我做错了 或者说你就想跑路 或者说你不想跑路 上面的人觉得你不太过了一番 他想把你 他想让你被迫跑路 就是pip 那接下来这个 叫hours and location Monday through Friday 周一到周五 40 hours per week this position is removed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其实没什么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不小心看错了 你会认为他是一个contractor之外 但他说的是40 hours per week 不是40 dollars per hour 所以说这个就千万不要看错了 不要把它看成一个contractor 不可 接下来这是一个大厂的什么一个描述 他叫scenario using cutting edge technologies and to solve challenging problems for large scale 24 times 7 business saas applications excite you 那前面这句话不用说了 这句话有一个重点 这个同学把握得非常敏锐 on call 我这个第二点还没念完呢 他的就是一个on call debug and handle customer reported issue ensure in high reliability of applications and services through intelligent moitering and alerting 这句话意思就是我们很看重on call whore有时候很多 24 plus time 7 所以你看到这种职位叫小鲜 这个职位是微软的 而且是一个微软的junior职位 他要求一年左右的工作经验就行了 所以你投的时候你要看好 是吧 别等进到组里说 v软的给我golfer我不想聚 结果进到组里以后 听听电话我把24乘气昂靠 是吧 这是一个你一开始就应该想好的事情 Cloud 应该是 我没有仔细看 是对 是Cloud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亲身体会一下 亲身体会一下 我们接下来就会打开link面 然后大家去看一看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那我在正式开始之前 我会说 基本上来讲 我给大家分了个类 这四种情况 第一类就是 我是一个全是学校项目的同学 比如说学校的项目 模拟一部分OS 比如说有同学说我做了一个fell system 对吧 有同学说我做了一个什么cpu scheduler 对吧 这都是OS的模拟 有同学说我在学校写了个compiler 对吧 有同学说我在学校做了一个tcpip的实现 对吧 集中由比如说七八台机器 对吧 然后实现了tcpip这个协议 然后ipv4那个协议 对吧 然后这是一种 然后另外一种是学校的android项目 你说刚才我说的鼠毒 这是一种 然后学校的javaupload的项目 这也是一开始说的做了五子棋 还是什么XXO那个棋 对吧 然后做了个这个 这是第一种同学 大家可以想想就是你自己会踏到哪一种 然后第二种我们给它起个名叫极百家之长 它罗列了很多的项目 类非常繁杂 比如说你既有安卓项目又有前单下 然后我既会做python的后端 又会做sprint的后端 也会做no.js的后端 这么一个同学 第三种就是专精某一个领域 对吧 项目数量不是很多 但是每条想每条的描述都很详细 设计的工具比较多 比如说什么aws 然后csd 然后等等等等这一系列 比如说这个工作 我不仅仅是一个 只做了一部分 对吧 我会很深入的说这个活我干的非常的深 这家专精某一个领域 最后一种就是你有实习 对吧 然后你是在职的 对吧 那你自己一生自己的那个经验 就已经self-explan 这种情况下我就不就说了 那个实际情况会很复杂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随便翻一翻这个职位 对吧 然后我们按照刚才说的那个12345点 对吧 你去看一看这个职位大概都长什么样 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是一个什么情况 对 我先说一说那么一两个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看有没有同学愿意说一说 好 嗯 linked jobs linked jobs 我这翻了好几页了 我翻回第一 搜的时候呢 你就直接在这个serve jobs 搜搜搜上第一了 对吧 搜完以后呢 然后如果你要是有preference 你说我老师我想搜这个关区的 对吧 你就直接在这个地方搜 bay area就好了 他叫San Francisco Bay Area 所以我们这里面就以湾区的执币企业 winning 当然你说老师其他几个怎么说 对吧 约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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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约约约约约υ gladly stats 满事 然后西雅图就 Seattle 对吧 对啦 或者叫 greater Seattle area 然后剩下一个 就是 Austin 也没什么好说的 Austin Texas 选第二 我说选第一个都行 我们这里就要以 Southern California そして北 area 就好了 我们就只看湾区附近的值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首先第一件事 你要确定自己要干什么 不然你连搜都没办法搜 第二件事就是 你要确定在哪个地方工作 如果你不是很确定 你想在哪工作 I'm fine with both的话 你就直接在刚才United States 直接搜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件事 先downgrade到 我要找Sophie and Gineer Hattel的 San Francisco Bay Area 倒是注意 这个地方搜索不是搜索所有 比如说你要搜索英特尔的话 你后面当然要加英特尔 你搜全职职位 对自己来讲 简直就跟自己过不去 一堆职位 你发现真好 但是最后一看是全职职位 你也偷不了 我们就先以全职为例 其实英特尔是一样的 你会发现英特尔要求会更低一些 我们就以要求高的 要求高的你都可以handle 要求低的 你简直跟玩一样 我随便看看第一转 你看第一个11到50个impoy 你就要小心了 这是个啥 这是个startup 对吧 所以如果你对startup 会有些concern的话 你可能就会觉得 我可能不太想去 这么个事 然后往下看 这个地方 就这个我完全没有准备过 我就现场直接 随便找一个finding 你看这个 东西都是新出的 然后我们看什么 we are looking for engineers 这肯定不是先看的 我们先看的是个 all stacks expert has appreciate but not required 他就是说你不需要在每一方面都是专家 你只要会一些就可以 type script ps react react nextjs其实是差不多一个东西 pub tier 这就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框架 不知道就不知道 无所谓 no jazz no jazz 这个东西往这一摆 其实是有两种含义的 它既可以指是他host react的时候 当的前面服务器 也有可能他指的就是no jazz做后动服务器 所以这是一个奇异风管 AWS AWS也是一个怎么说的废话 这么一个东西 AWS里面有100多服务 你到底要往回哪一个AWS 所以这又是一句废话 大概来讲 就是可能你用过AWS 某些服务应该就行了 就这么个事 所以不是很清楚 对吧 c plus plus c加加这个东西往这一摆 你会觉得这什么东西 包括底下还有一个东西叫rust rust跟c加加这两个都是来讲 相对来讲比较偏底层的 当然了 这些东西你是不是有多少汇 还是那个问题 你觉得是不是需要多少汇 肯定不是 Bezo Bezo是个啥 Bezo是Google的叫 叫什么叫Blaze Blaze的开源版 它是一个build tool 这个build tool 你说老师是不是要关 知道它是个啥玩意儿 不需要 你只是要知道这个东西 无所谓的行 grpc 刚才说过 不重要 这样 所以总归来讲 你当然就可以猜一猜 它有后端 这个后端到底是用什么去做 它叫什么experience in c plus plus or rust would be ideal 所以你知道 c plus plus and rust 是一个 plus 就是会更好 不会也无所谓 一般来讲 如果说 比如说同学 你会react 你说我知道一些nojazz 我知道nojazz 怎么去做后端 它这个职位就已经可以投了 当然你说老师 我就是一个cll选手 我就是一个rass的选手 我没用过react 我可会投 当然也可以 所以这就是这么一个case 所以如果放到我们刚才 那一二三四 这四个category里面 第一种 in school project 能投这个职位吗 是很难 你找不到关键词 能match 第二种可不可以投 第二种可能你做的项目非常多 对吧 你可能是可以投的 第三种可不可以投 你专精某一个领域 就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你专精的确实是react 或者说你就是一个c++选手 对吧 你拿c++做过后端 但是我 我严重怀疑在座的各位 没有人听过说c++可以做后端的 我说c++ 你们真的拿c++做过后端 所以基本上来讲 就是react加nojazz c++选手是可以match上这个职位 以及有一部分aws经验的 那第四种在这项材对吧 那就跟你以前的经验 直接退出完事 就没让我说了 所以这是第一种情况 是吧 我们随便看了第一个 你说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不可以投 我肯定可以投 就是你说我是一个新 我是一个新 我是一个new grant 我可以投 可以 因为它叫Junior software developer 我刚才是不是说我所有带Junior开投了 都可以投 所以这就是谁可以投这个情况 我看第二个 第二个也是一个11到50的影响E 对吧 那当然你可以说我想看一下什么company size 我想去找一些这些情况 对吧 那你就自己 挨一个去apply filter就好 这我不多说了 那这个情况 这也是一个startup 我们换一个 我们不看这个startup 这个意思 这50到200就稍微大一些 对吧 这个还可以 包括他告诉你是一个remote remote是有好有坏 对吧 那我们先往下看一看 那他叫什么three years plus 这种情况下基本你就要小心了 对吧 我刚才说two years是可以的 three years几乎就不行了 所以我推荐这个 如果你是一个new grant的 直接跳 高卡 这也是three three years plus 对吧 直接跳 不用管 哎 这个你看了一个好东西 对吧 叫new grant Sophie Arginia Los Gatos 在南湾 Sunnyville 在我再往南 绿绿 我来看看这个 这个就非常promising 有大公司 对吧 Netflix 好多好 我来看一下 这个FANG里面 那个N就是 给个N就是他嘛 还是第一句话 是不是废话 叫new grant with BSBA in technical field such as computer science 对吧 对 你看他用的非常的委婉 你可以是computer science 你可以是engineer 你可以是mathematics 对吧 然后他告诉你graduate between December 2021 到August 2022 像这种 就是刚才有同学问我 说我今年8月 8月底 对new grant 也没有影响 对于这个职位来讲 你名义上是不match这个职位的 但是是不是就不投了呢 我会说投 该投还是要投的 这是一个new grant的职位 为什么不投 万一HR没看见 给你个发了个面试 你就去呗 不是你的问题 所以这个小意思 鞋头一段事 然后第二个叫one year plus relector one year revalent internship experience or school project experience 你一看这个 谁还没在学校念了一年书 对不对 你们不在学校念了一年书 你怎么会有这些school project experience 这肯定大家都会 什么great problem solving skills 不用说了 什么curious and motivated learner 这也没什么好说的 什么clear communicator 你会发现这个clear communicator 过一会儿在很多职位上都有 好多错了 我们cost work or relative experience with status work or algorithm and debugging bonus if you have taken a course or undistributed distributed system 这个分布式系统 这个东西 有好多同学问过我 老师什么叫分布式系统 我写成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才能叫分布式系统 我觉得评论标准非常简单 你这东西就只在本机跑过 这就不叫分布式系统 你至少这个R2 你要么上个云 对吧 AWS那一系列的 你要么得说这个东西 我在至少两台机器上同时部署 而且这两台机器上的中央有一个load balancer 能连起来 对吧 这才能叫分布式 所以分布式的概念其实非常简单 就只要你这个project 部署在多台机器上 在多台机器上彼此之间有个load balancer 你连起来 然后或者说你的前端后端分离 对吧 一个放这一个放那 这就是一个分布式 当然分布式的定义不仅仅是这么 但是如果你要去业界去 去看那种比较复杂的分布式的话 它可以做的很复杂 但是简单分布式就这样 然后最后一个 partial knowledge of java or any object oriented program language 这就是大厂一个典型的 招聘的流程 对吧 就是它不是很care 你到底用过什么样的技术杖 你在这上面去找技术杖的话 你可以发现底下确实写了一些技术杖 但是在上面忽而又这块 根本就不看 它只是告诉你说 在底下这块 我们会用以下这几个技术杖 jada gradle Springboot GRPC Atlas Springmaker Electricsearch Seql AWS and etc 对吧 Note that you don't need to know all of these things right now but you should be excited to learn them 这是一个招牛怪的 非常常见的 这么一个情况 对吧 就是我会 我会 你说的这些技术杖 对吧 你说对于HR来讲 或者对于公司来讲 是不是一个big plus 肯定是 这就意味着 就是你进到公司以后 哎这些东西对吧 你相比那些什么都没写的同学 你肯定是一个更 sitrants 对吧 更qualified 对于这个职位的 而且前段时间 这个Google 去投这个职位的时候 就有很多同学简历悲剧 简历悲剧的原因 告诉你说 就是啊 虽然你qualified了 你你已经meet了这个minimum requirement 但是我们有更qualified candidates 更strong的 background的 更qualified candidates with stronger background 这个他会有更好的人去 HR认为更适合这个职位 所以说你怎么去确定 你可以 在一票 这个这么 这个要求本身不高 对吧 在这个不高的要求中拖延而出的 对吧 那个说直白点 就是卷呗 对吧 那说的什么点 就是他他要啥 你会啥 就这么点 所以这个职位呢 就是你乍一看 好像什么都不需要 对吧 这个一个叫distribute system 然后另外一个 是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里边也不用全都用的 对吧 哪些是主流 或者换句话说 哪些不是 中文可以打个字 哪些不是 grpc肯定不是 我刚才说过 对吧 java应该是 对吧 那还有啥 aws应该是 我刚才也说过 那其他的呢 其他这里面还有哪些不是 有没有东西想说一说 可以追开吧 这就反映出来一个 能力啊 或者说你去准备面试的时候 你发现自己不足没关系 但是怎么去补 哪些东西是你应该补的 哪些东西是压根就不用管的呢 我说这里面比较不重要的 gradle gradle这个东西 你不用管 没什么的 grpc也不用多说了 这个 atlas跟什么spinmaker 这几个也都不用管 什么elastic跟sql 我都会说 这两个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 什么叫特别重要 比如sql有啥核卡的呢 给你 换成是你 对吧 你觉得在sde的面试中 有多大的概率 会问你说 来 我们现场写到sql 很少 写sql这个技能 或者说面试写sql这个技能 不是一个sde要去准备的东西 相对而言什么ba ds 这些人在面试的过程中 才要去准备sql 所以你其实最关注的就是 我会java 或者说我会sql 然后加上一个aws 然后剩下的就是 elasticsearch跟sql 你选一个会端生 当然你说我这些东西全用过 是不是更好 肯定了 那你还没全用过 那 那这就是当你看到一个 job description 你怎么去反推 我应该投哪些东西 就这么做 sql dlash dlash也是个大东西 是吧 然后这个apply 什么twowers 刚出的 我能看一看这个东西 当然你愿意想投 也可以投 这些东西 你都是直接搜 就能出来 我们找同学来说 这个 应该关注哪些点 我把这个链接发出来 我把这个链接发出来 你可能看自己那份会 更开心一点 有个同学想说一说 你找这个 经文还是静文同学 说一说 这个关注点应该在 qualification的database 以及到 到最 到那个 反正到 qualification的最后一个 bullied point 其中一个 有这几个都关注 我这现在遇到人问题 但是我反正就这4个 bullied points 都OK的 对吧 还有别的吗 nice to have 对 nice to have 是的 nice to have 这几个点 你能看一看 就是哪些东西是比较重要的 哪些东西其实没那么重要的 我来总结一下 其实这块比较重要的 它核心这 12345个点 都是在说一件事 什么东西 distribute system 你别管说 它怎么说 什么improve efficiency scalability and stability of various system able to analyze and improve 对吧 这个东西太抽象了 什么叫able to analyze and improve efficiency scalability efficiency scalability 以及stayability 这些东西都是 分布式系统的概念 就是当一个系统 对吧 你就比如说 你跟你的小伙伴一起去做一个team project 你怎么能去把这个东西稳步推进 可以做完 是不是每人承担一部分的责任 如果万一那个人 比如说病了 对吧 他做不了这一部分了 谁可以去take over 他那一块的responsibility 这就是你们组的stability 就这么简单 那就比如说 现在你们组 现在有比如说两个人 突然结合说 我们要把这活加一倍 然后你们可以自由合组 对吧 就是你可以说 我们多找几个人过来 对吧 你比如说 你把这个组合成四个人 工作效率会不会更高 理论上来讲 应该是两个人工作效率的两倍 对吧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scalability 就是什么 分布式 不干这事 Esserties to develop 这是废话 什么large scale web application 其实就是一个分布式 什么一个概念 什么experience with solution of system monitoring leave deployments and continuous integration 这件事我会说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system monitoring 跟什么leave deployment and continuous integration 这其实不是一个 entri-level应该掌握的几样 当然你说我会 是不是就更好 那肯定是 是吧 但是这本身不是一个 entri-level应该做的事 entri-level 我要做的事 就是一个点 叫well 可以完成well-designed task 就给你规定好了 说这件事 你需要做1234 然后这事就结束了 这种点事 所以说你会看log 然后你看log以后 你一定是针对monitoring 去看出一些奇怪的事 比如说 这系统不行了 对吧 我们要把它improve一下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些 所以它规料了 nest to have 很没看 然后什么experience working with 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这句话是一句废话 什么叫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对吧 working api and design systems 这个东西就是说多了 是个啥玩意儿 什么api design 跟 system design 对吧 这不就这么个事 那这个东西你说 是不是good type 这是一个untre level 本身应该掌握的事吗 我说肯定不是 因为如果你没有工作经验的话 怎么去 design一个session 这些东西 我们等到 周四的时候会开一个session 这个 就是去聊训统设计那件事 到时候你就会有感觉 这件事我不再还说了 到时候我是在 第三个讲的 第一个是杨王子老师 第二个是刘老师 然后是我 当时我们在说这件事 当然你会发现 这件事对一个没有接触过 没有真正设计过系统而言 这件事就是一个 怎么说了 很难去调化 很难去做的一件事 所以它叫nice to have 所以就是说这些东西 它说的都比较general 你大概去想一想 就是我的简历上 应该会出现sicle 对吧 然后会写过一些web service 那web service 一般来讲 讲的都是后端 比如前端内容很简单 前端服务器的东西很简单 就是下下来 然后这就一展示一件事 所以前端的服务器 基本不需要去做scalability 什么efficiency 这里讲的都是后端 所以总结来讲 就是你需要 会有一个分布式的后端 或者说你做过分布式的后端 那是最好的 这就是这句话的所见 当然底下还有一堆东西 对吧 然后如果有兴趣 我们可以再聊一聊 包括什么facebook 这些东西 你会发现越是大公司 它说的越general 他不敢提太多的技术 越是这些中小型公司 你几乎都没听过的公司 对吧 他提的要求越详细 比较什么3 years plus 这tesla 这就不适合你 是吧 几些什么3 years plus 也不适合你 logitech 这是我刚才展示的其中一个 第一个展示的东西 然后其他的一些 还有一些new grind的指挥 你会发现 他也是说了一堆东西 但是说的越多的 对吧 其实他的公司的 这么一个大小 也不是特别多 当然还ok 但是CN 反正我没听过 反正我没听过 这么一个情况 大概来讲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说你打开了职位 第一件事先翻数字 对吧 看也没有数字 看大约是几年工作经验 是吧 然后你发现说 这个是两年级以下 适合我 你再往下看 然后你大概扫一扫说 这个技术站可以match一部分 就赶紧投了 完事儿 你像这什么3 pass 也就不适合你 那你再随便给你找 是吧 给pads 这也是一个new go-end 之位 他啥也没写 你看到new go-end之位 几乎就可以放心去投 除非他告诉你说 我们只要python 但是你只会渣吧 反正这种情况下 你可投可不投 因为你投了 可能能拿到面试 但是他可能会要求你说 会有一些机外的要求 要求比如说你面试 说必须用python 或者说要求你进到公司 以后必须用python 前者就很难受 因为你要花额外的时间去 在你准备 在你在准备面试的时候 你要新学一门语言 那你新学一门语言 你能去跟人家老python选手去比吗 肯定比不了 那这种情况下 基本就是 你只能发挥出来一半 你是真实的实力 所以这种职位 就是如果你真的去面试 你可以试一试 但是如果你现在目的就是 我要去拿offer 那这种职位 你要谨慎 或者说要抱一个乐观的态度 就去比较有无所谓 就ok 好 那时间差不多了 那最后就是 查看最后小网络 如果一样是对 刚才我说的这些简历项目 不是很confidence 然后你感觉说 我确实需要补一补的话 我们有两节课 一节课是上岸全站项目 比如说那这是前端加后端 就是react的加spring 这是我们的java truck 还有一个是python truck用react加上 sumble 然后我们去做另外一个全站的项目 在这里面是 就是会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分布式的项目 就包括我们直接丢到了aws上 然后丢到aws的ECS服务上 然后它会有很多个react卡 然后我们前端怎么去靠后端 这一套的内容 然后是两个项目 我们会有一个handsl 我们这两我们的全站项目 我们的所有的上岸的项目 都是采取小端指5个人 以及会安排内容课和实验课 实验课就是带着大家手把手的 从零开始 这个system我没有 是吧 我们怎么从零开始build 那build完以后 我们怎么去跑通 怎么去debug 怎么去理解这个核心的思想 前端怎么靠到后端 后端怎么靠到数据库 那这些东西最后是怎么放到了 呃 云服务上 让它变成了一个分布式的系统 实际上我们都会在实验课上去做 那另外一节课呢 就是米夏老师的分布式后端项目课 这节课呢 就是定位非常清晰和明确 如果你说 老师我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前端后端都可以 是吧 那或者说我觉得 我想 我想做一些项目 就是先去了解一下 warmup一下 那这些项目不是很难 然后我又能找到工作 那我推荐你来全量项目吧 如果有的同学说 老师我不想做前端 我只想做后端 那这种情况下 我非常推荐你去做分布式后端 为这两个项目课来比较的话呢 分布式后端项目课会更难一些 就是它需要一些的预外的基础知识 那这些课上课呢 会用卡夫卡 然后会用spark 就是去做这种类似于data pipeline的这么一个内容 所以它会涉及着知识的内容呢 层次呢会稍微深一些 我会说如果你把全上项目去评格分的话 我会认为它是一个你零基础转专页就可以来上个课 但是如果是一个分布式后端项目课呢 我推荐你有一定的基础 就起码你知道后端后端的作用是什么 当我提到backhand 你知道backhand是个什么东西 就在脑海中有这个印象 知道backhand的定义的情况下 再来上这件课 所以当然这两个项目我都会不说 你说老师那这两件课上完了 能不能去 我的简历项目就ok了 我会说肯定ok了 这两个项目你随便上完哪一个 如果那你写到简历上 你去图简历是吧 flag跟面试都是可以随便拿的 所以这两个项目吧 这个我希望如果 简历上缺项目的同学 或者说你对面试中要问你的那些问题 不是很确定 或者说你现在已经有offer 但是你不是很确定 进到公司里面能不能去胜任这些职位的时候 我推荐你们来考虑一下这些课 一个是明天晚上开试听 一个是下周二的晚上开试听 所以同学们可以扫码进去 课推完了 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安宜了 看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把这R码放着 几个Case有人要扫 好同学有问题 你可以直接开买或者打字都OK 好之前有个同学问的问题 我还没有回答 这个同学问的是 虽然他已经走了 待会还是回答一下 叫亚麻今年简历聚 明年继续投 英特尔会有影响的 如果你今年聚的是英特尔 明年再投的话 应该不太会有影响 因为现在是11月初 三个月以后不会有什么影响 如果你要是说你投的是全职 或者其他的职位 没有投英特尔 明年肯定不会有影响 老师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 我问一下 因为我现在同事投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有两份 一份是Google的 L4的 一个是 一个是NG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 比NG高一级的 然后这两个好像只能选一个 老师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想问一下 你现在的背景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考 个人背景 我是 我以前是做E的 然后毕业了 然后在上班 然后做了机身电路 然后 OMS CS刚毕业 然后大概做了300高帖 多点 OK 那你之前做E1的 就Haver工作的时候 大概工作了多久 我从15年上班了 15年到现在 到19 到一直在上班 21 但是因为原来做的是PCB 后来 转回做机身电路的时候 就是 做Product 这件就没有做Design 但是 在简历的时候 就是 因为平时要跟Test engineer上班 所以就 瞎写了一些平时上班 其实让很多是 我support Test engineer做 但只不过把一些东西写进去了 就是但是写了大概三句话吧 差不多 OK 那如果按照你现在这么一个背景的话 确实是会被公司match到Level4 就是Entry Level Plus1 或者说 Senior Level Minus1 的级别 因为你的工作 年限在这摆着呢 所以他一定会给你一个 怎么说呢 给你一个L4的职位呢 是正常的Option 但是如果给你一个EntryLevel 其实就是在压级别 所以 我现在 老师 我的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HR 把我强行推成了L4 然后 然后等着过两天 又有一个 我又收到了Google的OA的 就是那个Email 然后 然后就是先行只能两个选一个 然后因为我Google 我觉得准备的不是很好 所以我跟Google那个人说 说 能不能等一等 然后他说 那你如果要一个月 让我一个月之内去回复他 然后我就 然后他说 如果要是你 大概现在可能就算两周吧 如果半个月之内不回复的话 可能就只要每次照掉 然后1月份重新投再重新找他 但是另外一个NG的就是刚给我发邮件 然后让我只要做了 就是那个时间线刚好错开了 然后我现在就不知道我是 也是Google 对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 就是NG和Junior就一起给我 然后还不是一个组 嗯 这两个肯定不是一个组 就是这两者之间的 你投的那个杠 应该是叫Elier Elier卡尔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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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我其实两个 对我两个 我其实投了两次 因为就是Google大概今年秋天开过两次 我两次都投了 但是有一次被强行推上L次 就是那个人说 我不能follow你L3 是L3吧 对 对这两者之间呢 我会说 Google其实对于L4的考察会稍微综合一些 就是他可能会多问一些follow up 而这些follow up 显然不会再去问这个安律来往 比如我点心随便举个case 就他可能会说 哎 我们现在做一道算法题 对吧 这个算法题做到那个 但是接下来 你要把它改成一个API 那你怎么去查一份这个API 比如这个API 原本你写的一个功能是 既可以往里加东西 又可以往外查东西 就加的结果是把那个查的结果拿出来 比如说我们说一个简单例子 TopK TopK 这很简单的题 是吧 这大家应该都能做它 你不给你一个input 一堆似乎 是吧 然后你取出来前k个 出现频率最高的词 但L4的follow up 就会问你说 那我现在如果把它拆成两个API 一个存一个取 这两个不是同时调用的 你怎么去设计这种API 它会有一些 不是系统设计 但是你一定是有一些handsome experience去接触过这种系统 你才能想出来说这个东西 我大概要怎么去拆 你说要不要写code 我说不许 不许 就会 L4会问这么一种题 而L3 又没什么其他可以考察的 所以就会提目的 就要是难度上 还是follow up上 都会偏向写代码 所以这是这两者面试风格的不同 所以我觉得综合你的情况来讲 如果你比较confidence 我还是推荐你 或者说你没有什么fighting strong against L4 的话 我还是推荐你去面L4的职位 因为L4的职位 就是最坏的情况下 像google这种general hire 像你刚才提的 面证不行真的降级 确实就是这样 google的话 google跟facebook是general hire 所以你先去面L4 实在不行降成L3 那你肯定是没有遗憾的 但如果你直接去面L3 你可能你就想你会不会说过一段时间 说当时为什么不直接面L4 万一我面得非常好 对吧 我当时没面L4 我亏了一个级别 好的 谢谢老师 我就忽略掉OA的email就好了 这是自动照顾对吧 对 我推荐你忽略掉OA 然后去跟L4的HR继续联系 然后你可以问一下他说能不能把店面 一直直接合到VO里就相当于直接五轮或者六轮面试 直接五轮或者六轮VO直接搞定了的事 好的 谢谢老师 因为他 对 因为他说 我说 因为我考虑到感恩节 就是如果是这个就感恩节之前 如果面不完的话 实际上是很难安排面试 然后我就说 我倾向其实12月份面试 但是他说 然后我就跟他 我跟他说 说我知道你很难安排面试 然后他说要不然就1月份 然后他说 如果他的意思 可能就是让我先job掉 然后重新1月份再去 再申请再找他 对 因为年底 HR都有业绩压力 所以他都巴不得你 希望你赶紧10月份面完了 趁着年底之前赶紧入职 让他今年 就算他今年的业绩 而不是算明年 还有这么一说好的 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推荐你再好好 而想一想 就是你现在你感觉 你有没有ready去面谷歌 如果你已经ready去面谷歌 但是无论你ready还是没ready 这两者 你都要在今年之内面来 特别是牛拐的那个稿 因为牛拐的人很多 对不对 很容易出现情况 就是你觉得你ready了 人家已经没有坑了 好的 对 现在已经几乎是秋招的尾巴了 我会说秋招就到 11月中旬也就结束了 就我说你投简历的差不多 像你那种在面的 也几乎都是尾巴了 你想11月15号以后 基本就没什么简历了 包括二约凯瑞尔早就关了 对吧 所以你现在的面试时间 基本已经算是中期靠后 如果你再拖一拖的话 比如说你拖到11月底 那就很难了 好的 思雅老师 对 我觉得不行的话 你就drop掉 等到明年年初再面 但是我十分不推荐这个option 因为明年会有明年的情况 你现在已经把握一个面试的机会 很有可能你明年一投 万一他说现在Irkndates好多 我们现在不确认 办一句了 你就会后悔一点 好的 谢谢老师 嗯 好的 不客气 好看同学说 老师你好 请问方便 帮忙看一下简历吗 目前秋招的状况不是很好 但不太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啊 没有问题啊 这个 你可以把简历直接discord发给我 或者是你直接扫右下角这个码 别微信发给我 都ok的 老师好 跟楼上同一个问题 都一样的 你们俩直接 扫耳码或者是discord 直接发给我 都ok的